一千年前,血液当空,天空突然凭空出现了无数道裂缝 从里面走出无数凶残的怪兽 怪兽们的盛宴从此开始 因此人类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人类现有的尖端科技,在怪兽面前失去了任何作用 因此人类在十年时间,从全球六十亿的人口,快速缩减到一亿人口 人类的文明即将面临着魂灭时 人类当中出现了兽魂师,就是通过人类与兽魂的融合,变成凶兽的人类 有的人能觉醒蛮象兽魂,还有人觉醒神鸟金屋的兽魂 甚至还有人能觉醒上堵凶兽抛体的兽魂 魂兽师的出现直接扭转的人类文明灭绝的危机,也让人类迎来了希望 而我们男主灵渊觉醒的兽魂,却是最低级一级的存在 本身就是孤儿的灵渊,本想借着觉醒的机会获得朋友 结果得来的却是大家无情嘲讽 上学的灵渊本来就没有几个朋友,因觉醒一级,也成为了学院的唯一一个校伙 在没有天赋没有背景没有资源的情况下,就连爱情也要被人掠夺与见他 现在的他犹如被所有人抛弃,就此也放弃这可被可怜的人生 当他的意识离开魂体的那一刻,另外一道魂体却进入了他的身体 此时的灵渊看着活过来的自己,并没有什么惊艳 因为他看到面前的灵渊也是个被抛弃的人 因为这个灵渊来自于另一个人类空间 他是地下黑榜的王者,没有他完不成的任务 就在他完成一次任务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因为他被组织的老板抛弃,知道的太多的结果就是灵渊必须 就这样他在轰鸣声中,穿越到了放弃自己的灵渊身上 此时灵渊一是告知他,这副身体的天赋只能过着更加悲惨的人生 而穿越过来的灵渊问寻,就这么灰溜溜地离开 不为自己做点什么,可灵渊已经完全放弃了一起 同时也建议本体上的灵渊不如一起离开 穿越过来的灵渊表示,人定圣天绝不会就这么认输 因为现在的他想用自己的意志活下去,以前的自己无法选择 但这一次绝不会,意识化的灵渊笑了笑没说什么 笑容中带着少许的期望又似乎带着更多的落地 而穿越过来的灵渊再次表明,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不在任何人的手中,意识灵渊听后轻轻用手点了下本体 就这样本来的灵渊消散在空气中,而消散前像是气盼又像是解脱 告知穿越过来的灵渊帮他创造出来一个奇迹就好 这时灵渊在角落里站了起来,决定要为之前的灵渊活出一个不一样的天地 但转念一想,现在该如何变强,一级的魂兽师就连找工作都是很困难 想到上一世自己可是地下的王者,决定实在不行 就用上一世的刺客能力去创造奇迹 这是一个可爱的小恐龙与一个系统面目,出现在灵渊的面积 同时脑海里回响着,绑定怪兽升级系统 受魂为黑蜥,状态又年期,天赋平级一级,身高0.1 体重1.2公斤,攻击方式,撕咬与爪击 说完这些,小恐龙自我介绍,他叫小黑龙,是男主今后的金手指系统 就在系统还在热火曹天介绍自己的时候,灵渊却捡起地上的书包 冷淡的转身就离开了这里,系统很是好奇灵渊为什么不惊讶和问问题 得到回答是现在有事要求,以后有的是机会 在另一边,慕容雪正被人堵在了一个胡同 一脸淡漠地问询,对面来人到底想干什么 而这个黄毛拿着一束玫瑰,表示拿着这个就是想跟慕容雪成为男女朋友 但慕容雪可是刚觉醒了四季的魂寿师,直接无情地拒绝了男子 黄毛还是善意提醒,那个跟班凌渊已经被他送去鉴商店 慕容雪一听到这个消息,直接怒斥黄毛,为什么要这么 但黄毛告知他一个低级的觉醒者,不配在慕容雪身边 直接送走没什么可惜的 这是一道身影从胡同外围直接穿过四名保镖,快速来到他的身后 没有言语,直接用手掐住了黄毛的脖子 来人不是别人,正是急忙赶过来的凌渊 这时四个带着墨镜的保镖,见雇主被收拾 赶紧纷纷上前要让凌渊见识一下什么叫力量 当他们伸手去抓的时候,凌渊借着黄毛的身体 用力直接跳出了他们的攻击范围 黄毛也顺势与地面来了一次亲密接触 起来的黄毛立刻安排保镖,兽魂融合再收拾一遍凌渊 四大保镖直接兽化,有直接变成黑狼形态的 还有犀牛形态的,也有公牛形态的,更有大象形态的 凌渊首次见到兽化,感觉很不可思议 跟小说里妖怪变身似的,那自己融合是不是也不这样 小黑龙一听,他受魂等级地不说 要是兽化了很有可能直接被一巴掌抽飞 先不说其他就是在体格上就差那么多 不直接被收拾那都是奇迹般的存在 对面狼化的保镖直接率先出手 力找直奔凌渊面门而去 可凌渊并没有兽化,反而准备直接用人类形态解决战斗 在电光火石之间,大家都以为战斗结束的时候 凌渊却不知道用什么身法 什么时候直接跳到了狼人头上 看着架势狼人看不到第二几方 凌渊直接双手用力一转 让狼人形态的保镖直接去上帝那边报道 面前慕容雪吃惊地看着面前发生的一幕 没想到凌渊竟然徒手就解决掉了一个B级的受魂事 此时的凌渊并没有因为解决掉一个狼人而懈怠 因为对面还有三个人 也感觉到这具身体强度太弱 这时小黑却突然跳了出来 告知凌渊击败一个魂兽师 奖励飞铁宝箱一个 当我融合魂兽那一刻 才知道什么叫废物的不能再废物 我竟然变成一只比鸡还要小些的蜥蜴 或者说成为略大些的B级更贴切一些 我前世可是赫赫有名的刺客 就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 可是这个星球与兽魂融合后 可获得更加强大的力量 好在刚刚利用上仪式的能力 轻松解决了一个觉醒狼兽魂的存在 我的系统小黑龙恭喜我战斗胜利 并获得一个黑铁宝箱 点开后可以获得随机技能书或是机品装备 我没有任何的犹豫直接点开 这回我可是运气爆棚 竟获得了一级技能白热光 在兽魂融合状态下 可发射十万度高温的白色光芒 拥有融化钢铁的威力 但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 因为面前还有几个人需要我去战斗解决 慕容学想上前帮助我 但被我拒绝了 笑话我可是刺客当中的王者 怎么能需要别人帮忙 面对融合大象的兽魂的攻击 我利用前世的经验快速落伤 找到对手攻击的薄弱点 也直接抱住脖子 直接一个手刀 势大力沉的向着他的头顶落下 接着就是我引以为傲的 攻中回旋踢 狠狠踹在他的腰上 就这样第二个对手 再次被我解决掉 同时再次获得一个飞铁宝箱 但现在可没有时间继续看 因为对面还有两个保镖没有解决 再不快速解决 这个身体的极限就快到了 快速利用身体速度优势 不停移动攻击方形 虽然对方力量上占优势 但是移动速度他们还是短的 就这样让我找到机会 直接让对面的公牛与犀牛 来了一次亲密接触 剩余的两个战斗力 被我轻松解决 剩下的就是这个黄毛 此刻的黄毛 很是诚恳地向我道歉 表示总都好 可是现在的我 可不是之前的凌渊了 又怎么会轻易地扰过你 在阵阵的嚎叫中 结束了解救慕容雪的任务 而慕容雪看着此刻的凌渊 感觉不知道什么时候 凌渊竟然这么强 再回头看躺在地上的黄毛 也是一阵后怕 好在有凌渊过来帮忙 猜想今后黄毛也不会再来 但慕容雪还是很惭愧 自己身为一个天赋S7的受魁师 竟然什么忙都没帮上 但慕容雪一想到 还没亲口感谢凌渊 便直接谢谢凌渊的帮忙 可凌渊感觉这都是同学之间 应该帮忙的 没有什么可克思 这一刻慕容雪很是伤心 因为她没想到 凌渊只是把她当成同学 连朋友都没算上 但慕容雪还是很开心凌渊 能够过来帮忙 便直接告辞凌渊直接回家去 这时系统小飞龙也跳了出 召笑着凌渊厌服不起 凌渊告知她 这可是远主凌渊 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 怎么能让她出现威胁 转头凌渊阴沉的开口 邀请小飞龙一起谈谈 有关于系统的事情 凌渊回到家中 通过脑海中的记忆 融合受魂 竟然真的变成了受魂形态 这一刻她深刻体会到了 远主人为什么这么失落 甚至是觉悪 人家变身直接就是 增加体型和能力 而她增加不增加能力先不说 身体竟然还缩小不少 这让此刻的凌渊 真的有点在穿越的冲动 但系统却告诉她 她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那就是通过吞噬获得进化 用于强化自身 凌渊还是很好奇地问询 该如何吞噬 小黑龙直接指着冰箱 就一个字 那就是吃 同时也告知凌渊 必须是以受魂的形态去吃 而且吃的也必须是生肉 此刻凌渊看着面前的 与她身材差不多的大公鸡 似乎有点怀疑小黑龙是不是 这时小黑龙过来给凌渊助威 为了变强 放心大胆 去吃吧 就这样凌渊开始了 她的疯狂之旅 那就是生吃大公鸡 片刻 整只大公鸡就都进去了凌渊的肚子 这时系统提示获得五个进化的 获得技能点要提升哪里 当然是提升体型 下一刻凌渊从攻击大小的身材 直接增加了一倍 见到效果的凌渊决定 今天晚上不干跌的 这一宿就真正来个吃通宵 很快一宿过去 凌渊的巨型黑系一手 直接身高长到了3.1米 体重也从原来的5公斤 变成540公斤 还有就是由于体格变大 需要找个更大的吃饭场所 此刻的凌渊也下定了决心和方向 那就是既然来到这里 那就去强者的巅峰去看看风景 就在凌渊思索今后的方向的时候 几个不速之客来到了凌渊面前 来人正是之前经常欺负凌渊的人 那为什么敢这么欺负凌渊呢 就是因为这个看着没睡醒 满头大草原的乌墨悬 因为他觉醒了吸魂兽的存在 也是学校为二的存在 这一刻凌渊决定为原主凌渊找回逝去的尊严 也让欺负过他的人受到应有的常见 接下来凌渊要用兽魂形态 与对方进行战斗 他叫凌渊 觉醒了最低级的黑蜥蜴兽魂 也因此受尽了同学人间冷暖 今天这个觉醒S级兽魂的大草原 又来凌渊这边寻找存在感 但穿越过来的凌渊 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受他们欺负 因为对付这样的人 一再忍让换来的只是变本加厉 只有让实力才能换来平等对待 就在二人准备试试身手的时候 班主任张岳老师进入到教室 他是全校老师的颜值担当 今天背着一个超大号的存储箱过来 似乎有什么东西要给大家 大草原一看班主任进来 也不再继续提醒 放过狠话就回到了自己的 凌渊看着他们离底 自语着这些人迟早都会成为他的王魂 小黑龙一听真是个狠 看来他跟了一个了不得的主 而今天老师镶着礼装的是魂兽结晶 今天也是为他们这些觉醒者发放资源 魂兽结晶是怪兽去西北后 血肉融入到大底形成的魂兽精华 工常分为上中下等和裂等几个基底 里面也蕴含着极其庞大的能量 非常适合体内兽魂的吸收 可以大幅度提升体内兽魂的能力 跟其他漫画小说里的一样 品质越高价值也就越高 但学校这边发放的标准 就是按照觉醒兽魂等级进行发放 因为学校想告诉大家 兽魂师们之间是很残酷的 一切以实力为尊 强者居上 弱者淘汰 这便是兽魂师们的理念 像大草原这种觉醒兽集的 直接发放上等魂精十枚 因为大家的尝试理解当中 觉醒等级越高未来的成就一般都不会很差 学校培养的方向也是如此 觉醒一级的受魂师 也能获得五枚一级的中等魂精 而发到灵渊这里的时候 老师有点念不出口了 因为太低了 但还是平稳地说出列等魂精五枚 听到这些的灵渊没有任何表情 看不出是失落还是其他 但同学们之间的嘲笑声还是从来不会缺席 因为他们已经习惯地嘲笑灵渊了 无论怎样灵渊还是客气 上前收取老师发放魂精 老师也只能叹气地劝慰鼓励一下 大草原看着灵渊再次嘲笑 说这等列等魂精全是核辐射 没准灵渊的受魂吃了会变异 这时小黑龙赶紧解释 列等魂精都是被小男孩消灭掉 血肉都受到和污染形成的结晶 对别人没有好处 但是对拥有吞噬技能的灵渊来说是极好的东西 因为核辐射也是有巨大能量 老师也看着灵渊也不想放弃 便以个人名义给灵渊一枚上等魂精 但灵渊知道列等魂精好处之后 直接请求老师是否可以把这个魂精都换成列等 灵渊看着老师的怒 也只能接受了上等魂精 但一旁的大草原还是很吃醋 老师对灵渊的偏爱 灵渊看着价值上万的魂精 想着该如何兑换成列等魂精 小黑龙建议可以去售魂殿去进行兑换 下课后 苏木雪过来约灵渊晚上一起回家 有事情要跟他说 灵渊直接答应下来 也通过苏木雪知道 那个昨天被收拾的黄毛已经退学 而大草原几个人看到笑发 对灵渊有说有笑 更是吃醋极度的 因为二人的聊天的亲密程度 不是情侣更是情侣 一个一级一个S级竟然会走这么急 大草原已经看得难受至极 想不明白为什么 张悦老师对灵渊好 就连苏木雪也是一样 傍晚放学 大草原带着自己小弟 捕住了放学准备回家的灵渊 警告灵渊离苏木雪远一点 因为苏木雪只有他这个优等生才配的 同时告知黄毛就是他安排教育你的 怎么就一点记性不整 还想再试试 灵渊一听原来背后是这个大草原 也知道原来的灵渊都是被他害的 但大草原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成为刺客之王的目标 还在用语言的力量 劝告灵渊离慕容学远些 此刻的灵渊没有任何退缩 直接告知做不到也不想去 大草原听到这开心的笑 也不现在就找灵渊骂了 而是约战七天后的狩链 要是灵渊通过 表示当场吃一麻袋裂等魂精 要是灵渊输了就彻底消失在人间 他在灵渊穿越之后 觉醒了黑蜥一兽魂 还是宠物类型的那种 通过生吃一宿的生鸡肉 从天赋一级成功晋级为B级 现在的他只要吃 就能无限制地提高兽魂 但这个秘密没有人知了 对同学大草原的挑衅 他欣然接受 书方要吃下猎等魂精一麻袋 大草原书不知 灵渊已经决定要在试炼中 暴露自己实力 准备一鸣精元 浪学后的苏木雪 在校门口等着灵渊到来 目的就是想分给灵渊一些高级魂精 希望能够帮助灵渊提升实力 也希望灵渊在七天后的试炼当中 取得较好的成绩 苏木雪相信灵渊的实力 即使不用兽魂状态也能成功 但他的好意灵渊却拒绝了 苏木雪还是希望灵渊能够接受 因为只有魂兽成长 才能更好地提高实力 因为兽魂是一旦融合兽魂 无论是力量还是能力 都远超常人的机型 但灵渊依然拒绝苏木雪的好意 向苏木雪保证兽链一定会通过 苏木雪也不再坚持 在心里似乎下定了某个决心 似乎要守护灵渊的意思 片刻后二人分开告别 各自前往回家的路上 这时小黑出现调笑了一番灵渊 二人便决定前往受魂殿兑换猎等魂精 而受魂殿是专门服务受魂师的场所 里面有收发任务 精士兑换 买卖信息等服务 灵渊这次过来 目的就是把老师给的高阶魂精 全部换成猎等魂精 兑换魂精通常都是从低等兑换高等级的存在 而灵渊却反其道而行 这波操作也是惊呆了老板 再三确认后 老板立刻就拿出一百枚猎等魂精给灵渊 灵渊直接拿起转身就走 因为他知道老板一定是把他当成了脑袋 片刻灵渊就来到了一处没有人的废弃仓库 准备他的吃饭打野 别人都是靠运行吸收魂精才可以 而他很简单那就是吃 当他吃下第一个魂精那一刻 没想到竟然给他带来了一千的进化点 这一百个就能获得十万的进化点 弄不好直接从战兽集升为兽将级 目前人类所知的兽魂觉醒分为四个级别 分别为初始的战兽级别 网上一级为兽将级别 更高一级就是兽王级别 而兽王级之上就是领主级别 再网上就是最高级别皇者级别 也是目前人类了解的最高级别 因为这个级别的兽魂师 直接可变换成千米高的巨兽形态 还会拥有各种可怕的技能 一兽灭一城不再是空话 很快七天时间过去 同学们纷纷来到兽魂失恋的场地 这么热闹的地方 怎么会少了大草原这个人物呢 跟往常一样过来 先炫耀自己八星战兽实力 然后就是奚落下凌渊 而凌渊上一世可是佣兵之王 不给人挖坑 那可不是个好佣兵 便立刻换成笑容 顺着大草原说起 确定输了的人要吃一麻袋的猎头魂精 大草原一看这个笑容 与话语心灵怒火再次燃起 一旁的同学们纷纷惊讶 凌渊与大草原的比试 这时班主任张岳老师过来 教大家排队 准备接下来的试炼 凌渊也没有再理会大草原 转身排队等着进入试炼场地 很快就轮到凌渊进入 原来本次试炼都是通过设备 进入虚拟空间进行 当工作人员看到凌渊为一级觉醒者 再次确认等级后皱了皱眉 然后为凌渊鼓励一番 因为他不认为凌渊能够通过 很快凌渊就坐在设备上 连上脑机接口准备进入试炼空间 当凌渊再次睁开双眼 凌渊已经身处满是黄沙的大漠之中 这里没有任何遮挡物可被利用 就在他熟悉地形熟悉环境的时候 远处一个黑影从远处缓缓走 刚走到近前 竟然是三星战术荒原王 他可是荒原上的王者 虽说群聚累 但是个体实力依然强大 而且收拾一个一级的存在是很容易的 但他不知道惊惊欲见的凌渊 可不再是那个低等级的存在 那可是吃了七天七夜的凌渊 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实力 变身后会不会吓到这个小 凌渊心里却在想着 这虚拟空间的魔兽能不能吃的问题 我穿越成为一个最低级病 吃了半个网络极 目的就是为了今天学校的摸底考 谁也不知道我现在到底有多强 第一个战斗对象就是这位 三星战术荒原王 这个考核一共识关 每往后一关都会加强难度 但这一关我仅用前世的格斗技巧就可以通过 接下来是第二关 这次来了三头 但我依然没有融合受魂 三头战兽级还不配我融合魂兽 可是我的战斗方式 让外面的主考官大为惊喜 因为我在没有融合受魂情况下 竟然轻松解决一头荒原狼 在面对三头的情况下依然没有 而且在面对荒原狼的狂暴攻击 依然没有任何胆怯 他们感觉这不应是一个学生能办到 沉着冷静的我 让他们感觉这一切很不真实 但这一切却真正的发生了 而且在没有变身的情况下 三头荒原狼也被我送去见了上帝 这让考官们感觉难以置信 同时考虑我这算不算成绩 因为考核的是要进行受魂形态战斗 但在规则上也没有规定这样不行 几人也只能往后看看再说 因为他们知道 再不借助受魂的形态 想通过第三关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现在我展现的战斗技巧已经征服了他们 但他们很可惜我的受魂天赋只有一几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只有天赋等级越高 未来的成就也就越高 第三关来的是一体格较大的荒原狼 通过小黑告知 这是一头六星战兽级的荒原狼王 单靠战斗技巧应该很难对付 惊叹归惊叹 我丝毫没有距异 也正是检验自己到底与那些天才的距离 这一关也准备完全展示自己真正的实力 我的目标是打通关 在小黑的鼓励下 我准备融合受魂完成变身 在炫富的能量激增下 身体先从四肢开始变化 之后是躯干 最后是我的投入 很快我就变成一个巨型黑蜥蜴 等级三星战降级 目前还处在成长期 身高11米 体重3.5吨 攻击方式 四肴与掌机 技能目前就一个白热光 当对面的小狼王看见变身后的我 很是观顺也没有了开始的狂躁 而考官们看见我变身后 很是怀疑当初的登记有问题 立即又看了一遍确认没错 这一切谁能想到 一个一级的觉醒者 竟然展现出了S级 或者说是SSS级觉醒者 才能展现的实力 没看变身后 最后还是先检验一下自己掌机 到底有多大威力 一个狼王能不能接受得住 结果就是狼王没等落地 就直接去见了上帝 看来一个狼王还是检验不出威力的想 但我这一招秒掉狼王 可是把考官们惊得不行 他们就没见过这样的孩子 考官立刻把战斗记录下来 赶紧向主考官汇报我的情况 因为考官知道 镇海市可能出现一个天才妖宁 没错镇海市就是我所在的城市 而我这边已经来到了考核的第四关了 接下来要面对的还是荒原狼 不过看着背影 应该是一个狼王带着六个小弟 但这个难度对我来说有点失望 应该没什么挑战的 他觉醒了最低级的黑蜥兽魂 为了七天后的考核 他生吃鸡肉五吨 他有辐射的裂等金和一百个 他只要吃就能提高等级与天赋 现在的他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实力 就连自己也是一样 这是受炼考核的第四关 即将面对一头狼王与石头普通了 但这些还远远检测不出灵渊的真正实力 因为这些还都是战兽级别的 难度根本不够 凌渊面对这个组合 根本就是单方面的你 因为这些狼王的战斗力 凌渊只需要伸出左脚轻轻一趟 就轻松解决了 现在的凌渊可是拥有战将级别的实力 庞大的身体还有能量 都不是这些小狼能够对付的 而此时的凌渊不知道 接下来还有几关 因为他想知道自己的实力 究竟能不能通关 另一边主考官赵山河 正在训斥着从凌渊那边过来的考官 考官直接告知 他那边有位考生表现异常 希望他能够过去看看 因为凌渊天赋评级为最低的一级 而展现的实力却大不应该 赵山河刚准备说评级低 但超长发挥也是时有的事 但转身一想 一个一级的超长发挥就不正常 因为那种情况 都是B级以上的人才会出现的 但还是来到考场看看情况 他实在无法相信 一个一级的受魂师 是如何通过受炼考古 可当他看见凌渊让人暗的身体 粗壮的四肢 冒着火光的眼神 那一刻他开始对自己的认知有怀 这一切都太不可思应了 转身就问主考官们 你们是跟我开玩笑吗 你家一级的魂兽是有这体 是不是登记搞错了 因为现在凌渊的形象 完全就是战将级兽魂 而能达到这样级别的基本 都是天赋S级或以上 才能达到的标准 而此时的凌渊这边 已经来到了第十关 第十关可是最后一关 里面的可是石头荒原狼王 联合在一起后 基本就是战将级别的使力 赵山河知道 要是能通过这一关 基本就能证明 他是兽将级别的使力 同时也会成为 各大高校的争抢对象 因为这样的人才 谁也不会错 而且未来的凌渊没有意外 很容易成为 领主级受魂师 甚至都有可能 成为皇级受魂师 这边他们也不再多说 还是看看凌渊 到底能不能通过第十关 而凌渊这边很是郁闷 原本合计最后一关 会出来一个战将级别的怪兽 没想到还是这些荒原狼王 就是数量增加到十个 但这些根本对他 造成不了一点点的威胁 因为等级上的差距 数量完全代表不了实力 也改变不了 狼王们战斗败王的结果 因为弱者才汇聚在一起 抵抗强大的敌人 当敌人实力远远超过你的时候 抵御团队的结果 依然还是几乎 就像现在的狼母 开始进行有策略的吸引与埋伏 但结果是成功地攻击到了凌渊 但他们的攻击对凌渊来说 也就是蚊子盯人 完全没啥感觉 这也可以侧面地说明 现在的凌渊 无论是实力还是防御力 都是不可挑剔的 因为现在的凌渊 无论是攻击还是防御 甚至说速度 都是完美级别的存在 这些可让三大考官看了怀疑人生 身体直接硬扛下这些狼王的攻击 而且还能借此机会直接反击 这根本就是单方面的完全名牌 谁见过这么猛的一击天赋寿魂师 就连S级的都不见得会这么 而凌渊这边还有几只站着的荒原狼 决定试试自己的寂寞 只见凌渊开手大口的几次 使得周围几乎形成了真控地带 同时体内快速转化成能量 就在大家惊讶这是什么力量的时候 凌渊直接张开剧 犹如火山喷发的火柱 从她的嘴里直接喷射了出 而面前的狼王们早已在这里 吓得不知如何躲避只能硬扛 没错这一招正是凌渊新学习的技能白热光 这条火柱完全覆盖了对面的狼群 一招过后凌渊收工 但他不知道的是 看见这一招的三个考官 都不知该怎样形容这一招 完全超乎想象不说 这一招也从来没见过 现在也就惊讶的表情 能代表他们内心的想法 这一招也会成为重心统运 别人争抢骄傲的存在吗 又会吃哪些稀奇古怪的食物 从一开始觉醒最低级的非西异兽魂 到今天化身超级波斯拉 并完美通过狩链考 当凌渊成绩出来的那一刻 他相信会震惊不少 就这个觉醒S级天赋的大草原 估计也不可能完成通关的成绩 凌渊要借助这次机会 让所有人知道 哪怕最低级的兽魂 也是可以拥有强大实力的 凌渊这边从模拟器中睁开双眼 回到现实看着熟悉的环境 发现三个考官像是看着怪物一般 一脸不可思议的看着地 电脑系统上还显示着凌渊的信息资料 都是当初登记的那些信息 这些就是让考官们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 一周多的时间 竟然从最低级一级兽魂 达到三星兽将级别的实力 这十足考官赵山和上前问询凌渊 知道兽链全部通关代表了什么 凌渊没有紧张没有猖狂 更是没有心细 而是很平淡的回答就是有不错的成绩 这可让在一旁的考官们急得够呛 告知这可代表着可以进入全国最高的学府 无论是燕京兽大 还是魔都兽大都会抢的样子 凌渊没说什么 只是问询成绩什么时候公布 得到的答案是下午就会公布成绩 凌渊便从仪器上下来 很有礼貌地说着如果没什么事情 他就离开考场 就在凌渊要离开的时候 赵山和上前交注了 赵山和上前问询凌渊受魂评级的事情 问询当初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他可以向上级申请帮助解决 凌渊摇头表示 没有人在评定上坐手机 当初评定还是很准确的 起初受魂觉醒的确很 考官们听后问询赵山和凌渊说的是实话吗 赵山和回答看着表情还有眼神 不像是在说谎话 而且取得这样的成绩 不骄不造这心性是最可贵的 看着凌渊离开的背景 自语着未来受魂界将会出现一名实力强大的受魂师 而这时外面的广场已经围满了考生术说着通关情况 大家都知道受炼考核代表着他们的位置 就跟我们现在的考试差不多 成绩越好就有机会进入更好的院校 当凌渊走出考场的时候 苏慕雪在外面已经等凌渊半天了 凌渊没等苏慕雪开口 先关心问询他的成绩如何 苏慕雪没有说成绩 而是说考核通过了 还算可以的话语 凌渊还是很好奇苏慕雪到底过了几关 苏慕雪直接倒置通过了几关 这让凌渊都没想到他会有这样的成绩 而此时的苏慕雪用着他那大眼睛 直直地看着凌渊 希望凌渊说说自己的成绩 可凌渊看出了他的意思 不过他感觉等会成绩出口 来个惊喜会比较更好奇 二人也不再纠结 苏慕雪便建议让凌渊请看吃饭 就是上回那家吃的老是麻辣的 而凌渊感觉有点远怕成绩出来 第一时间看不到 而苏慕雪可不管那么远 反正就是个成绩功夫 早知道晚知道无所 二人便直接前往饭店 我就想问凌渊是有啥魅力 让冷神倒追的 我也想学习学习 下午成绩快出来的时候 很多雪子们已经在外面 等待成绩发了 看看自己的成绩如 这种事情怎么会缺少大草原呢 带着手下小弟 很是狂傲地挤进人群前方 先享受一下受炼壮严的待遇 去年S级天赋觉醒者 通过器官成为壮严 而他大草原今年一样拈破了器官 心里美滋滋地想着 今年他就是壮严 大草原为了这次考虑 可是花了很多资源患难的寿灵丹 用来提升自己的失灵 不过他最关心的还是凌渊 那可是有约定的 排名递的可要吃一麻 带猎骨鸣金 这时小弟上前告知 可能是害怕了美感露面 怕成为笑 大草原听后也很开心 只要凌渊躲起来不出现 那他追求苏木雪 就会有很多机会 可是下一刻就被打脸 凌渊二人吃完麻辣烫火了 还有说有笑的 很是开心的那种 不说实力 就是单叹外比 这二人还真是金铜玉女的存在 很是幸福开心 让人羡慕的一度 可是这一幕在大草原这 完全就是炫耀 完全就是挺心 这让他的七笑 开始有了浓烟 在开始翻头 不知道等成绩公布的时候 他的七笑会不会偏助 放榜了 放榜了 受炼考核结果终于出来 是这个觉醒S级 很是嚣张的大草原 还是这个漂亮可爱 觉醒S级九尾湖的苏木雪 又是一直低调 狂吃七天带辐射魂金 获得提升的凌渊呢 先回到放榜前那一刻 大草原很是嚣张 得意自己通过了器官 小弟们更是跟着帮助吹跑 嘲笑凌渊这个一级觉醒者 还是早点认输得比较好 而凌渊他们这边 苏木雪是一脸不屑 而通权关的凌渊 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 没有说话 这让大草原更是得意 还叫嚣提醒凌渊 做好吃一麻袋裂质魂金的准备 这一刻凌渊笑着说道 还很感谢大草原记得这事 希望结果出来能兑现承诺 这一刻钟声响起 代表着榜单排名终于出来 当大草原很是嘚瑟看着榜单的时候 下一刻脸色变了 因为他竟然只排名到了第三名 当他看到第二名竟然通过九关 是跟自己一样觉醒了自己的苏木雪 心里略微悍然的 还是可以接受 当心里接受一下 突然想到苏木雪是第二 那榜首到底会是何方神圣的 当他顺着向上看去 让他难以接受的答案出现 那就是排在首位也就是榜首的人 竟然是那个一级觉醒者的凌渊 还是通权关的战绩 这一刻的大草原 只能用双腿劈刹来形容自己 那不可能的结果 而当其他同学看到凌渊竟然通了权关 更是相互问询凌渊是谁 觉醒的是什么级别混手 而大草原这边更是丢人丢的 想找个耗子洞钻进去 刚刚还在嚣张不可一世注定绑守 现在竟然成为大家嘲笑的对象 就在大草原准备离开的时候 凌渊却过来 当然是为了履行承诺来 还很温馨地提示他 猎等魂金是准备站着腊奔吃呢 还是拿点醋和酱油比较好 这时很多同学也发现了凌渊 更是纷纷崇拜的眼神看着他 而苏木雪这边也很惊讶凌渊的成绩 本来没问考核情况是为了保护他的自尊 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么个结果 不等大家去多想 这边大草原已经崩溃了 怎么想不通一个低级的觉醒者 是怎么通全关的 所以他想到了一个答案 那就是凌渊在考核当中 一定用了手段才得到的结果 话一出口 一众同学们纷纷也开始了质疑 但凌渊可不会被这子虚无有的说法给动了 直接问询大草原 需要向你证明一下 可大草原又怎么会打歉呢 继续大声说着一个一级的受魂师 怎么可能会通全关 因为在场很多人 就没有比一级更差的人 但成绩却都很不适合 凌渊拿到这个成绩 大家不议论 不怀疑那也是不可 但凌渊丝毫没有紧张退缩 而是问询大草 谁规定一级魂师就不能取得好成绩 而大草原看到凌渊这个态度 更是气愤不行 表示虽说没有规定 但是对他这个成绩一定会向受魂店申请盘查 防给大家个朗朗乾坤 小黑看着满脸一货的凌渊 赶紧解释受魂店的确有这个查处成绩的权利 不过一般都是查自己 这还首次有差别 不过凌渊嘛 还是很不在意 更是说大草原是个输不起人 这可把大草原说的 没有了任何反过话 还致时在远处一声熊吼传爱 当大家转头看去 竟然是赵天河主考官 释放着自己受魂的威压来到这 这时凌渊才知道 原来赵天河竟然是个领主级的受魂师 因为只有领主级别的人 才可以释放受魂威压 也通过同学们的交谈 得知赵天河的受魂 可是强大的大帝怒选 领主及七星的竞技 那赵天河过来是干什么的呢 当然是因为这边吵闹 还有对成绩有质疑的同学们而过来 这时大草原没有了猖狂 直接很吃礼貌 提出对凌渊成绩的质疑 再次把什么受魂等级低 还有能力不足 不合理等等理由说了一遍 而赵天河这边很是严肃 并看着所有学生告知大家 凌渊的考核他正好就在边上 直接再次低头看着大草原 问询大草原是怀疑他这个主考官 跟凌渊串通搞手段了 接下来凌渊与大草原会进行受魂战斗 当大家看到凌渊的受魂又会是什么感想 来了来了 等待八章的战斗终于开始 是这位狂吃七天七夜生机的男主凌修获得胜利 还是这位从第一级就嚣张到现在的大草原会获得胜利 大草原受魂的形态这次就 就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形容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东 这场战斗是因为大草原 怀疑凌修在考试当中用手段的嫌疑 因凌修是个最低级的一级觉醒者 怎么可能完成通关成为壮业 请求主考官赵天虎 希望能够给大家看看考试记录 赵天虎却直接摇头拒绝 应受魂殿有规定 没有非常特殊情况 不允许任何人查看考试记录 大草原也只能放弃 但他想到了另一种办法 那就是让凌修与他对战一场 自然就能证明凌修的成绩到底有没有问题 只要凌修战败 那他的成绩就一定是有问题 应直接取消成绩接受成绩 凌修看着大草原 知道大草原打的什么主意 就是想在大家面前 证明他凌修就是个废物 不过凌修还是直接答应下 正好借助此次机会 好好收拾一下大草原 大草原这边见凌修同意 直接请赵天虎来做见证 大草原很是得意 决定接下来就要好好收拾一下凌修 苏木雪很是担心凌修战斗 但凌修却很是自信 这场比斗一定要参加 因为今天的他不但要战斗 更是要用这场战斗 把之前凌修的屈辱全部堵 赵天虎知道凌修实力 还是建议都是天之骄子 没必要去战斗比试 大草原一听更是怒气暴霸 联想凌修的兽魂等级 心里笃定考试成绩有问题 更是决定战斗一定要比 他要用他的力者撕碎凌修 赵天虎看二人没有办法 决定带他们去对站台一决高下 很快二人就站在对站台的中心 赵天虎为他们二人的采访 同时规定二人战斗注意分寸 一切以切磋为主 只要一方认输 比赛即可停止 随着口哨声的响起 比赛终于开始 大草原直接融合兽魂 身体快速进入魔谷 并散发着绿色光芒 松手直接变成了两个大鹅 那力量感失足 而头部直接就变成了这个怪物行星 这正是S级兽魂骷髅爬冲 大家看着这个五米高 怪异形象的兽魂 纷纷震惊加羡慕 不过大草原嘛 很是得意大家的羡慕 更是嘲笑灵修连兽魂都不敢融 大家也纷纷开始怀疑灵修 现场也就只有苏木寻 相信灵修一定能战胜大草原 同时心里决定 只要灵修受伤 不管是谁 他都要疯狂爆发收拾大草原 而在场的灵修却不懈地笑 心想大草原看见他融合兽魂后 感想会如何 灵修也不再废话多起 直接开始受魂融合 很快 一个高达30年 大号壁虎出现在了大家面前 现在不应该说是壁虎 应该说是小号的哥斯拉更贴旗性 不过此时的大草原 在他的身下就显得有些渺小 也有了胆怯之意 而同学见到这个大号哥斯拉出现 更是纷纷张大嘴巴不知道说什么 此时的灵修用蔑视的眼睛看着大草 问询知道一级受魂的可怕 对方回答 直接就把长三米宽一米的剧场举起 灵修要干什么呢 当然是最原始的招式 才是让对方最快沉浮的办法 而现在的大草原有什么办法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剧场落下 估计 可能 又或者 这个DESC的骷髅爬虫王 会使用出一些神奇的能力躲开攻击 本是猖狂跋扈的骷髅爬虫王 身为S级魂兽师 今天面对面前超大号律 甚至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要不是在速度上有一定优势 今天他都有可能直接去见上帝 从刚刚那一招的威力评判 灵修应该有兽将级别的实力 身为战兽级别的他 面对兽将基本就不会有任何胜利的可 就是这点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一个一级的兽魂师 几天时间是怎么提高到这个级别 不过这一切不会有几个人知道 灵修这边也没有给他思考时间 直接又是一掌向他写 骷髅爬虫王再次躲开攻击 直接用自己的尾巴席向灵渊 因为他自己的倔强 不允许他连还手的能力动摇 可惜出气不易的攻击 还是被灵渊轻松接了下来 接着化身哥斯拉的灵渊 直接拿着尾巴来了一次过尖帅 嚣张不可一世的爬虫王 直接就与地面来了多次接触 抓住机会的灵渊 会放过这次出气的机会呢 可能不会 直接又是几次单方面游戏 什么大风车 敲地鼠 纷纷都是来了一个 可怜的骷髅爬虫王 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有惊艇 爬虫王与大弟弟98次接触后 终于停了下来 灵渊这边嘛 也感觉到了力量给他带来的快乐 而这刚刚发生的一幕 大家先是被不可思议的一幕震惊 接着就是欢呼还有大声的惊讶 这其中也包含苏木雪 他也没有想到灵渊竟然会有这样的实力 那台上爬虫王再次醒过了 疯癫般不愿相信这一气 开始对灵渊发动能力攻击 但灵渊再次抓住了尾巴 但不小心却给弄断了 这时灵渊告知爬虫王你已经输了 已经没有必要再继续战斗下去 狼狈爬行中的爬虫王并没有认输 还很嘴硬地表示会继续战斗下去 不知从什么地方变出个丹药 直接扔进了嘴里 接着断裂的尾巴开始复原 周身气势能量也不断提高 身为裁判的赵天和知道这是暴雪丹 但他没有去阻拦 爬虫王吃下暴雪丹之后 会从八星战兽直接提升到三星兽将的实力 而没有阻拦的原因 就是他也想看看灵渊到底有什么样的攻击实力 系统小黑直接上前告知灵渊 用这个暴雪丹是可以短时间内提高实力 听后灵渊却不屑一步 这时赵天和还是站了出来 提醒爬虫王现在认输还是有救的 但下面的灵渊继续挑衅 爬虫王满眼都是灵渊 又有谁会听从他的建议呢 灵渊很是怜悯地看见下面的爬虫王 为了自己那点傲气却失去了未来 可现在的爬虫王满脑子都是对战斗胜利的渴望 又哪会去多想起他 灵渊也不再想耗下去 直接张开他那两与多长的距离 开始集聚空气与身体当中的能量 纷纷在口中集聚起来 爬虫王看着灵渊的新招式 很是惊叹对方没有被锁 反而还对他发动了攻击 但现在双方都没有了退路 只能继续战斗下去 很快灵渊左中能量形成 一个大号金色能量球随时准备发动 接下来毫无悬念 爬虫王完全地接受了这次攻击 被一个犹如超大激光炮攻击在了身上 就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 没有任何悬念 爬虫王被封到了墙里 没有了丝毫还手的攻击 接下来兽魂形态解除 爬虫王变回了大草原 看着却很是凄惨的那种 这时赵天河站了出来 宣布这场对决的胜利者 就是灵渊 这个结果可是让大家很是惊叹议论 不熟悉的很是惊叹灵渊的实力 熟悉的议论 灵渊是怎么快速提高实力的 而赵天河这边 安排工作人员 把大草原送去医疗室救治 不出意外 他需要在床上躺两个月 这些工作人员很是叹息 原本S级天赋的 他很容易进入高级学府 但这次战斗的行为表现 估计没人愿意去收他了 灵渊这边 赵天河很是慈爱关心的 恭喜他赢下这场比赛 这是灵渊感谢赵天河 给他重创大草原的机会 因为以赵天河的实力 还是有能力阻止这个结果的 赵天河的低级觉醒者灵渊 先是灵渊官获得最高成绩 但是轻松击败S级觉醒者大草原 还意外得知 主考官赵天河竟是魔都兽大招生老师 这让灵渊很是意外 那魔都兽大可是全国两大知名学府之一 意外归意外 但灵渊拥有前世经验 很是爽快告知 要他去可以 但好歹也得拿出一些诚意 这可让赵天河心里很是不爽 他们魔都兽大招人 什么时候还要给承议 赵天河转念一想天才就要有天才的待遇 直接开出给予 五十万入学资金 二十枚上等魂金 五枚寿灵丹 外加一个寿将级别寿魂丁 灵渊立刻在心里盘算 那些上等魂金还有寿灵丹 要是换成钱会有多少 赵天河这边探灵渊没有说话 直接表示这已经是他能给出最好的诚意 这是一个身材魁梧满头狂发的中年人 气冲冲地走过来 没错 此人正是燕京瘦大的招生老师 程玉虎 很是气愤赵天河破坏招生规矩 还忽悠灵渊进他们学校 程玉虎没有理会赵天河 直接给出高于赵天河诚意的二感 就是暂时没有受魂兵 而一旁同学们看着两位老师 竟然为了获得灵渊 竟然给出了这么好的待遇 纷纷惊讶不已 不过被晾在一旁的赵天河 可是愤怒不已 当着他的面开始挖墙井 这也太不给他面子 但程玉虎可不怕看赵天河 直接释放同等级的受魂威压抗衡对质 两大灵主级人物站在那对质 都没有丝毫让步的意思 而站在中间的灵渊 知道了什么叫做灵主级的力量 现在的他根本无法抗衡分裂 不过这是一个带着斗力的胖子 释放着更加强大的威压 也走不上去 同时也让两大院校的两位老师安静了下 灵渊看着陌生来人 想着这个人到底是谁 实力竟然这么强大 不过来人没有隐瞒 直接表示自己是蜀川瘦大的 更是开出三百万的助学资金 五十枚上等魂金 还有十枚寿灵丹的超高成员 同时表示他们蜀川瘦大的 什么优质学姐 教学资源也不少 对待天才更是不遗余力培养 身为拥有前世经验的灵渊 哪还看不出 无论答应与否 蜀川瘦大这一波宣传是大传科传 其他院校的老师哪还有不明白道理 直接纷纷给出更加优厚的成员 这时成玉虎上前为灵渊解围 让大家安静下来 问寻灵渊自己的意境 灵渊也知道很多事情不能太过 同时也有了初步目标 那就是燕京寿大或是魔都寿大 便直接谢绝了各大院校的橄榄枝 蜀川瘦大老师看着灵渊有了决定 就不再多说直接转身离去 高兴的莫过于这两位了 闭口同声的问寻灵渊 到底决定去哪所学校 灵渊只知道两所学校 是全国排名属一属二的存在 具体情况还不是很了解 直接表示招生开始前 会给两位老师一个决定 两位老师也知道 这事情急不得 便同意了灵渊的想法 两位老师便双双直接转身离开 但相互过所以那还是闲不下的 两大学校之间的比试 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之间 从来就没有停过 这也是他们两所院校强大的原因之一 这时小黑再次跳了出来 恭喜灵渊击败大草原 获得白银宝箱一个 灵渊一听这可是首次得到白银宝箱 就是不知道会开出来个什么 这时苏木雪上前 恭喜灵渊获得胜利 还获得各大院校的招来 苏木雪还是问询灵渊心里有没有决定 到底去哪所院校 灵渊表示还没想好 反问苏木雪准备去哪所院校 苏木雪表示 燕金兽大无论是底蕴还是教学 都是排名第一 而且也非常适合他 但他还是选择去魔都兽大 灵渊问询原因 但苏木雪眼神看向他处 小声地说出燕金兽大的 有个他最不想见的人 灵渊看他表情不对 就没有继续问下去 二人告别后纷纷回到家中 回到家中的第一件事情 灵渊就从系统中 把白银宝箱给取出来 看看里面到底会有什么惊喜 没有失望 打开宝箱那一刻 一束金光直接从宝箱里射出 竟然是一个兽将级别的兽神兵 是炎之爪 而且还是火属性的武器 在攻击敌人的时候 利爪之上将燃起烈焰 对敌人造成火焰伤害 小黑看着灵渊那淡然的表情 很是生气 赶紧解释兽神兵可是分 战兽级 兽将级 兽王级 领主级和兽皇级比 单单兽将级别的兽兵 就价值几十万 当灵渊听后明白了兽兵的价值 心里想着还是得尽快升级 这要是兽王级别的兽兵 那自己还不发了 再也不需要为美资源而担心 这时灵渊也不再多想这些 问询小黑是否了解两大院校的情 百事通的小黑直接告知 燕金兽大是培养强者的摇篮 而魔都兽大培养的都是高级强者 并说灵渊会喜欢魔都兽大 因为魔都兽大的教育方向就是 学校内的一切资源都是要靠实力争取 学校内还设有各种保单 只要排名靠前 资源那就是无敌 反之燕金兽大就是平均分配的那种 听后灵渊心里有了决定 那就是魔都兽大 因为他知道世上哪有什么公平而言 都是背景等级划分 反而靠实力获得资源才算得上公平 灵渊通过深思熟虑后 终于选择去魔都兽大学习深造 这个决定可把赵天和高兴换了 但另一所燕金兽大的程玉虎 可是气得不行 直接就找赵天和说道说道 赵天和心情大好也没生气 只是表示尊重学生们的选择 但程玉虎直接画风一准 问询苏木雪是不是也去他们学校 赵天和一听 好家伙 这消息知道的还挺快 问询是不是认识苏木雪 程玉虎直接回答 何止是认识 之后就没继续说下去 反而提醒赵天和以后 一定要多关心苏木雪 他的来历很不一般 这时赵天和也回想起 二人填写资料的一幕 林渊很是着急问询资源补助发放的时间 当时赵天和也立刻提前申请补助 表示这几天就可以下发资源 赵天和也还好心问询苏木雪 需不需要一起提前申请 但苏木雪拒绝了 而且谈吐还有说话也很是得体 这一联想 赵天和知道苏木雪的家庭很不一般 但也没想到是哪个家族子弟 而程玉虎这边也不愿意说出知道的信息 只是提醒赵五好接客 三天后林渊拿着50万的补助金 20枚上等红结金 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 来到了受魂殿兑换裂等红金 他自己都没想到学校会这么快就下发补助 也想到一定是学校重视他的原因 不过现在不是想那些的时候 他要把这些权都兑换成裂等红金 预估兑换5000枚 当受魂殿负责人知道 林渊这次又来购买裂等红金 惊讶不已 心想买那个危险还没营养的物品有什么用 不过当林渊说出本次要购买5000枚的时候 还是把他吓了一提 不过顾客就是上帝 必须服务到位 很快就把一辆皮卡后面的车斗装得满满 负责人开心的来了一次送货上门的服务 这可是把他乘放库活 无人问津的裂等红金都买走了 当然要服饰好了 虽说不知道对方买去干啥 即使拿去喂猪丸 也跟他没有关系 林渊把这些红金带回家后 心里却犯了难 在家里没法融合受魂形态吸收这些红金 这是系统小黑告知他 那就在家吸收吧 林渊很是惊讶在家该怎么吸收 原来小黑有办法让林渊 在保持人类状态下吸收红金 林渊听后很是开心 但小黑表示 就是吸收速度会比受魂形态要慢些 虽说慢些 但维持受魂形态 消耗的精神力也是不可不量的 所以人类形态吸收还是合适的 很快林渊就按照小黑的方式吸收 得到效果还是很可以的 15分钟后 系统提示获得1000的净化率 林渊也正好吸收完一颗裂等红金 林渊看了看时间 计算一下 如果要全部吸收完这些红金 接下来每天要吸收84枚 很快林渊开始彻夜修炼 周边也散落着各种没有能量的红金 就在这时小黑提醒 男主获得抗辐射体质 林渊很适宜过这个体质 热心的小黑直接到枝 就是今后他可以无惧任何龙度的多辐射 因为之前人类为了消灭怪兽 动用了很多带辐射武器 但结果导致很多区域成为了景区 无人可以踏入 不过有了这个体质 今后就可以随便进入那些地方探险巡递 并告诉自己现在尽快提升实力 今后那些区域就是他的后花园 而林渊 在魔都兽大的会议室内 坐满了院校内的各大老师 坐在首席 这个胡子有点巴洛克风格的人 就是魔都兽大的校长王婷 他今天开的会议目的 首先感谢大家的辛苦工作 其次就是大家超额地完成了这次的招生工作 因为这次他们学校招生的天才比往届都高 但据了解很多院校也都招到了很多天才 这是一个天才妖孽被出的一届 如果要等他们成才 恐怕很多老师到退休才能看得见 所以他与其他院校商量了一下 那就是接下来 要在全国举办一场新生联谊大赛 看看这些天才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妖孽 这个高速行驶的列车看似普通 实则完全由兽黄的身体打造而成 在这个凶兽横行的空间 只有他才可以算上是稳妥的交通工具 而乘坐的价格标准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甚至有很多人一辈子也不能坐上一次 而凌渊这次去魔都兽打却有幸坐了一次 那凌渊这两个月的时间都在干嘛呢 当然是像苦行僧一样没日没夜的不停修炼 当他修炼到一半的时候 系统小黑告知他 领悟了S级技能 核能吐息 核能吐息能喷射出带有核辐射的粒子光束 温度甚至能达到55万摄氏度的高温 但需要凌渊消耗100万的进化点学习 凌渊一听这么狠的招式 花费100万的进化点还是合适的 直接二话不说 点击学习 这时小黑告诉凌渊 现在5000枚的魂金已经吸收了一半 共获得250万的进化点 学习技能后还剩150万的进化点 小黑问询 剩下的进化点准备怎么用 凌渊一想既然是怪兽 那体型才是重的 直接消耗50万来提高体型 接着就是20万提升灵甲防御 再消耗20万提升受找锋利 最后再消耗30万提高生物和反应物的乳 凌渊看着属性面子 身高接近16米 等级也提高到了受降七星 对现在的提高还算是比较难以 但还是有些略微失望 本以为消耗这么多 可以接近兽王级别 没想到现在仅仅才到受降七星的使命 不过好在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魂金也还有一半 全部转化成进化点也还是很高的 按照目前的情况全部吸收后 距离兽王级别应该就不远了 因为随着等级提高 消耗的魂金也会跟着提高 这时小飞却有了办法 可以把上等兽魂金 还有兽灵丹都兑换成烈等 估计突破兽王级就都够了 凌渊也明白这个道理 也给自己定下了目标 那就是接下来更加努力 争取开学前提高到兽王级级 而在这一个月里 魔都兽大老师们也开了一次大会 那就是举办新生大会的事情 老师们也纷纷赞同这次的比赛 让今年这些天台们 而这份名单的要求不用多说 首先数量暂定12名 10名主力 2名Tip 这是一个面色白质 看似身体虚弱的老人体 按照学校前龙榜的排名来定家 因为上面的排名 都是靠实力争取的排名 这个排名可是一点点水分都没有 这可是魔都兽大的三大榜单之一 入学未满一年的新生 才有资格提战的榜单 但王廷校长还是摇了摇头 前龙榜单都是按照实战能力得出来的榜单 像辅助型授奔 是想进排名就会很 而在团战的时候 他的能力无人肯提 这是一位老师问询校长 新生比赛当中 是不是有可能会出现团体战 得到了肯定的比赛 同时校长表示 接下来的比赛 会向全国进行转播 也是为未来继续筹办比赛打下基础 但学校的风采绝过没丢 会议结束后 赵天和美吱吱地看着自己的招生名录 让一旁的老师很适应 便把手里的招生名录给他看看 这一看感觉很普通 就一个苏木选习的受魂师还是不错的 可是当他看到林渊的信息的时候 彻底不可思议 一个一级的觉醒者都给招进来 不过看到考核成绩觉得很不可思议 这时这位老师问询 这个林渊是不是有什么不管 而赵天和告知这就是天才 还很期待开学之后 他会用怎样的实力来报道 很快即将开学的日子到来 林渊拿着行李也来到了火车站 没想到赵天和竟然亲自过来 而且身边还跟着苏木学一同过来 走到近前赵天和解释正好回家办事 也正好顺道接他俩一起去学校报道 林渊也没多说什么 三人便一起上了火车 路上苏木学很是气愤林渊 两个月的时间电话不回 短信也不回 而林渊的解释一直在修炼 手机一直关机来着 这时苏木学很是得意的告知林渊 现在的他可是受将三星的尸体 这让苏木学还是有点火大 那就是林渊两个月前就已经达到这个级别了 而自己才刚刚达到 很快二人跟着赵天和来到了他所在的包厢 进入包厢后那叫一个豪华 什么沙发 软床 电视应有尽有 基本就是一个小型的公寓一样 林渊看着这些很是感慨 这就是林主机魂尸的待遇吗 果然实力才是王道 这时赵天和告知二人 如果不出意外的情况下 今天傍晚几个小时后就可到达路 而这个不出意外却让林渊有名 赵天和看出疑惑告知林渊 火车在行驶到中断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遇见兽潮 有可能是怪兽袭击他 也有可能是怪兽与怪兽之间战斗受到波及 林渊一听果然还是很危险 但赵天和告知 每趟列车上都会配备林主机受魂尸坐镇 这次他就是坐镇的受魂尸 而且发生那样事情的概率非常非常低 只有遇到稀少的兽黄级别 才是真正的威胁 但那时他也能坚持五分钟 够给大家争取逃离的时间 行驶中林渊看着窗外无人区的景色 想着兽黄级怪兽 应该要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可怕 就算在赵天的表情 看景色的看景色的时候 房间内却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 来人纵视列车的驾驶 过来告知赵天和他们 雷达监测到10公里外 有一股兽巢正在高速向他们靠近 不出亿万十分钟后就会与他们相遇 这先前还说很小鸡帅会遇到 没想到这回就让他们遇到 但列车员的表情很是惊讶 难道兽巢会真的那么可怕吗 还是前方有更加高等级的怪兽在等他 或者说还是事态变得非常严重 大帝之雄 他是大帝上的王者 一掌可镇山河 一身皮毛犹如钢铁无人能活 赵山河就因拥有他的兽魂而成名 同时也获得了无上荣耀 今天的他很生气 准备前往 同时告知凌渊与苏木雪二人 这是小规模兽巢 一起去参加战斗当做实战训练就好 二人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答应下来一同情 列车很快停了下来 赵天河三人也陆续下了列车 前往前面的兽巢区 赵天河直接骑上一个摩托 告知二人直接跟着他走 便绝持而去 凌渊一看这还真是个负责的老师 交代一句直接就走 啥也没说 凌渊这边看着摩托 跟上一试的差不多 简单熟悉了一下 就邀请苏木雪一起前往目的地 苏木雪也是首次骑上这个 问询凌渊技术怎么样 凌渊回答着应该没啥大问题 没啥大问题 往往代表着就是有问题 结果二人歪歪扭扭 速度不减地开始了他们的摩托之旅 不过凌渊越是驾驶越是熟悉 这个跟他前世的摩托差不多 很快就轻松地驾驭了起 这时凌渊终于赶上了赵天河 赵天河在参战前 还是不忘提醒他们 遇到对付不了 一定要尽快拉他去 没过多久就来到了交战区 赵天河直接跳下 发动兽魂魔 只见一头百米高的钢铁巨群 出现在大家面前 巨大的体型不是他的优势 而是他的力量还有防御力 才是他的强项 作为领主级的兽魂师 面对一群兽将级魂兽 基本就是免压般的存在 赵天河直接举起巨阵 本魂的向后地面开去 这一招正是他的绝招之一 大帝之者 这一招不是单独对着某个敌人 而是一个群体伤害技能 一掌之下 区域内的大地都会犹如火山喷发 消灭掉一切敌人 凌渊也是首次见到 领主级兽魂师的实力 没想到竟然有这般壮观场景 再一联想到更高一级别的兽魂级 那更是一个移山天海 改天换地般的存在 在这一招之下魂兽有所减少 但还是有很多魂兽从 继续向着几人发动攻击 这时凌渊与苏木雪二人 知道是他们开始战斗的时候 分尊融合自己的兽魂 而苏木雪这边 直接变成了一个周身雪白的九尾狐 体格自然比不过凌渊 但实力也还是很强 苏木雪的九尾狐 可是稀有的S级 属性技能都是兵寒属性 凌渊这边的战斗就比较轻松了 直接就是力量上的单方面名 这是一个豪猪魂兽 在不远处已经盯着凌渊很久 随时准备发动攻击 苏木雪这边剑子 直接运转法力 形成无数冰锥在周身附近悬谷 判冲之机 这些冰锥犹如万箭齐发 纷纷射向了对面魂兽黄猪 但当这些冰锥碰到豪猪的那一刻 豪猪并没有受到伤害 而这些冰锥却纷纷阴生碎裂 豪猪的目标没有因苏木雪的攻击而有所改变 目标还是前面攻击很猛的灯渊 凌渊知道这个豪猪绝不简单 直接发动兽神兵 赤炎之爪 狠狠地拍向了豪猪 结果就是可怜的豪猪阴致凌渊的力 被狠狠地击飞出去 身上豪猪的防御力也被彻底打穿 苏木雪看着凌渊一招致敌 轻松解决接近兽王实力的魂兽 猜想凌渊现在到底是什么等级 而这边还在前行的列车 似乎又有了什么发现 因为他们感觉雷达好像出了问题 显示兽王级别的数量出现了变化 显示器上 刚刚还在显示是三个兽王级 但现在就多了一个 更奇怪的是 这个紫色光点 只亮了一会 就突然间又消失了 没错 这正是一个兽王级别的魂兽 很是擅长隐秘器系来攻击猎物 战场上它就是影子的存在 出其不意的攻击 往往给予敌人造成较大的伤亡 而另一边 凌渊与苏木雪依然在战斗 倒在他们手下的兽将也不计其数 二人也只是疲惫一些 也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二人不注意的时候 在苏木雪前方 空间出现扭曲 似乎有什么东西突然出现 当苏木雪还在看着周边魂兽的时候 一把黑紫色长毛已经逼近 直奔苏木雪的要害而去 她是凌渊获得了黑锡翼兽魂 只要不停地吞噬就能不断得到净款 通过吃两个月的垃圾食品 终于达到了兽王初期的终于 在与同学苏木雪一同前往学校的路上 遇到百年不遇的兽巢袭击 二人也参与清理魂兽的战斗当中 就在苏木雪与那些小魂兽战斗的时候 一只善于隐藏的王级魂兽却突然出现 奔着他的要害而来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苏木雪都要放弃自己的时候 凌渊却突然出现 轻松阻挡住危机 还给予对方不小的伤害 这时凌渊也知道 他们的兽魂信息出现了偏差 这只善于隐藏的王级魂兽竟然没被发现 但凌渊面对这只王级魂兽没有任何胆怯 准备与他战斗一番 检验一下自己的实力 而对面魂兽 没有与凌渊正面硬刚 直接闪现消失 苏木雪与凌渊也并没有 因首次与魂兽战斗而慌乱 而是冷静地配合看着周围 等待他的出现 很快魂兽就出现在了凌渊身后 但这点偷袭手段 又怎会逃过上一世就精通暗杀的凌渊 凌渊甚至都没有躲避 而是用他那厚实的背景 直接硬扛下了他的攻击 结果显而易见 兽魂兵黑及指甲发动了反弹伤害的技能 可怜的魂兽剩下的那一只左手 也因凌渊再次受到伤害 发出痛苦般的吼叫声 凌渊看准时机 不给他再隐身的机会 直接用他那巨大的兽整 直接握住了他 此时的凌渊开心地笑了 脑海里想着该用什么办法消灭掉他 凌渊感觉还是最原始的方法比较好 就用双手掰开了兽魂的大捅 接着凌渊在自己的嘴里 极具力量 没错正是心血的技能 何能吐息 能量从尾部开始上升 再到背体 最后再到嘴里 一束蓝色的能量光 就被凌渊吐出来 可怜的魂兽用嘴接下了全部攻击 随着能量不断地输送 魂兽的身体发生了炸裂 周边也形成了巨大的能量波动 这时知道这边出现王级魂兽 急忙赶来的赵天河 正好看见凌渊轻松解决魂兽的领悟 而凌渊这边并没有发现他 直接变回人类形态 捡起地上魂兽留下的精子 这时凌渊也发现了赵天河 赶紧把兽王级魂精收了钱 拿回去对话还是很值钱的 这时赵天河看出他的小心思 告知没兴趣他那藏起来的魂精 而是好奇凌渊现在到底什么事 当得知现在的凌渊竟然是寿王一星的级别 很是惊叹两个月的时间就达到了这个级别 凌渊看出他的惊讶疑惑 就把自己可以吸收裂等魂精的秘密告诉他 而这边苏木学也从不远处跑过了 满脸担心地问询凌渊有没有受伤 得知没事的苏木学很是厚跑 好在有凌渊在 解决了这次差点见上帝的危机 这时赵天河还是很贴心地告知 没事就好 战场瞬息万变 什么意外奇怪的事情都会发生 时刻保持警惕就好 凌渊二人会心一笑 知道这是赵天河栽给他们上课 也是很宝贵的一课 而赵天河想着凌渊刚刚战斗经验反应 感觉凌渊绝不像那种刚参加野外战斗的那种笑 收拾完战场 通往魔都的列车再次起航 车厢内 赵天河看着凌渊 回想凌渊告诉他能吸收猎斗魂精 联想着这可能就是大家口中传说的奇才 心里也有了培养的决定 便拿出这个六边形的徽章给凌渊 不过不是什么荣誉勋章 而是一个储物徽章 里面有这次战斗获得材料 可以去手魂殿换取资源 同时告知这个徽章是领主级别魂师才能拥有 就暂时借给他 也方便凌渊日后修炼用来装材料室 凌渊知道这个徽章绝不便宜 很是感谢赵天河的帮助 而赵天河也告知他 只要有排名 在学校资源绝不会少 这时睡了一觉的苏木学醒过来 听见他们的聊天 问询学校待遇这么好 寝室是不是担任的 赵天河回答 寝室就是睡觉的地方 当然不是担任的 要想安静地修炼 学校有专门的修炼室 还是24小时的 凌渊一听有担任的修炼室也松了一口气 这要在寝室吸收猎等带辐射的魂巾 被其他同学发现不说是异类 也会成为校园明星 赵天河的下一句更是惊叹二人 那就是想住担任待愿的野营 条件就是给学校乐捐500万就可以 而惊叹的二人表达的意识却不尽相同 苏木雪没想到这么便宜就可以住到院子 而凌渊却是想着学校太黑了 这时凌渊才发现苏木雪竟然这么富有 而且他还不知道苏木雪到底是什么来头 一直很神秘的那种 进入大学的第一件事情 你知道是要做什么吗 当然是要了解和认识室友 凌渊也是一样 怀着忐忑的心情 来认识五湖四海的室友 当他打开门的一刹那 出现在他面前的就是阳光帅气的室友赵明 很是热情地邀请凌渊进入寝室 并自己介绍他也是这一届的心生 受魂18亿蛇 也是S级别的觉醒者 这时另一个躺在床上的室友坐了起来 直接道出了凌渊的名字 还把凌渊的信息也说了 这时小胖子看出凌渊的疑惑 告知他是通过档案知道他的信息了 这让凌渊更是好奇 一个学生怎么能查看到学生的档案 更何况还是个心生 这时赵明座下告知凌渊 胖子就是搞情报的 只要有资金 没有他王金泽弄不到的信息 王金泽很是得意自己的优势 还很精明地问询凌渊 想不想知道他们这批心生的信息 凌渊倒是不见外 直接问询他这里有没有前龙榜排名 这时王金泽告知凌渊 今天是开学第一天 排名需要等几天 但是有几个上榜前十的名单 要不要了解一下 凌渊没有什么表情 直接问询 怎么卖 王金泽见来生意了 直接告知都是社友 就给个八折优惠 四千大洋即可 凌渊没说啥也就答应了下 很快凌渊就收到了王金泽的资料 凌渊倒是疑惑 王金泽是怎么获得这些资料 但并没有多想联姻 就被资料上面的信息吸引住 因为在资料当中 寿王级别的可不只有太阳 而是有好几个都达到了这个级别 但上面却没有关于王金泽自己的信息 这是凌渊听见启示门被打开的声音 知道最后一位室友终于道 当他回头看去 只见一个身高接近一米九 身材魁梧的男人走进了启示 而且面相一看就是很是凶悍 就是外面接溜子看见都害怕的那种 他就是刚刚名单上的宋兰 当赵明知道他就是宋兰的时候 蓝脸震惊 因为宋兰可是魔都的状 而且还是三十级别的觉醒者 凌渊看过资料 知道宋兰觉醒的是辅助系七彩琉璃蝶 辅助系有这个潜力 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而这边小胖子直接就与宋兰热情地认识了情 并推销他的情报信息 而赵则招呼凌渊人起了 一起去吃个晚饭 凌渊没有任何推迟直接同意 男生寝室的友情 没有一顿饭是建立不楼 就这样一行四人一同前往吃饭的地方 各自感慨着新生活的道路 同时也很开心能够进入魔都兽的 这时赵则发现 前面有两个非常漂亮的女同学向着他们走 不但赵则 四个人除了凌渊 都被前面的美丽而泥倒 这是王金泽为大家接受对方二人 左边戴帽子的这个 叫于清秋 受魂式S级的疾病雪茬 人如属性一样很是高楼的那种 而右边这个很是可爱的 叫苏木雪 受魂式S级的九尾听 是大多数男生喜欢的类型 听到这些 赵则很是惊叹王金泽的情报能力 就连笑话排名啥的都开始弄 这时苏木雪发现了对面的凌渊 便赶紧问询凌渊好久不见 没想到这么巧又见面 同时也介绍他的室友于清秋给凌渊认识 凌渊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也就算是认识 并与苏木雪开起了玩笑 还很亲密的那种 这让小胖子王金泽很是意外 没想到双方竟然认识 还是很熟悉的那种 而赵则终于找到机会 数落着王金泽信息搞的还是不够全 而王金泽回答 我是搞信息的 但不是搞婚戒的 这时王金泽直接上前 邀请二人一起去吃晚饭 但被二人问问句句 看着两位女生走远 王金泽赶紧问询凌渊 你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 现在到达哪种关系了 这回凌渊可没忘记四千大洋的事 直接也给了王金泽来的八折优惠 就把他与苏木雪的事情告诉他 很快几人就吃完了晚饭 各自都开始忙起了自己的事情 至于凌渊能干嘛 吃完晚饭没有回到寝室 而是直接就到修炼室开始继续修炼 这时小黑也跳了出来 轻轻感觉空气中的灵气 很是开心的告知 这个修炼室很适合凌渊修炼 凌渊看着小黑的表情 叹息道 这个是最基础的免费修炼室 网上还有更高级别的 而且灵气更足 就是太贵 这时小黑赶紧看看系统互存余粮 很抱歉地得知 猎等魂金已经没有了 只剩下上等兽魂结晶与兽灵丹了 凌渊直接选择一个上等魂金吸收看看 结果就是很是糟糕 与吸收猎等魂金获得的进化点竟然一样 都是一千的进化点 可知道一颗上等魂金 可是能换一千枚猎等魂金的 这时小黑没像他那么沮丧 建议凌渊再是试受灵丹 看看会有什么效果 当凌渊吞下肚子的那一刻 一股热流快速游走全身 身体在这一刻似乎轻松了不少 头脑也灵活很多 这时系统小飞很是开心的跳出 告诉凌渊获得天赋加益 天赋 个人信心念板上可没有 很有可能就是一个隐藏属性 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大学校园 你的同学们都是怎么做的呢 当你早上起床的那一刻你就知道 有在寝室查询分析各种资料的 另外两位室友 也早早地就去学习训练 校园的竞争就是这么激烈内卷 当我们眷王凌渊知道这一点之后 当然不会落后 决定更加地卷起来 就在凌渊准备去买些材料的时候 这一刻凌渊知道 赵天和是个值得信任的人 红石也希望赵老师帮他把盛名的资金 全部用来兑换兽灵蛋 赵天和善意提醒 兽灵蛋不能连续使用 使用多了会影响修炼的 但他哪知道 凌渊有系统还有吞噬技能的帮助 连续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赵天和看凌渊坚持 就没再多问 因为他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红石也让凌渊努力修炼 只要进入前十 他就会为凌渊争取新生大赛的资格 可他哪知道 凌渊的目标可不是前十 而是前龙堡的榜首 就这样凌渊开始卷王般的修炼 只要有猎断魂金在 他就可以不停吸收得到相应的进化底 从而提高自己的兽货 他因有兽灵蛋提高天赋 现在吸收魂金的速度也是提高了不少 就是不知道再吸收兽灵蛋 还会不会有效果 但凌渊没有再去多享与实验 因为现在当下 就是继续吸收魂金提升实力才是重点 就这样时间一分一秒 一天一天又一天 时间不断流逝 魂金堆砌的小山逐渐消失 几天后 凌渊终于走出了修炼室 再次回到了寝室 当他进入寝室的那一刻 竟然发现其他三个室友都走 这让他很是意外 从王金泽那得知 今天是新生大会 所有学生都要参加的 同时笑嘻嘻地问询大家 大家修炼这么久 是不是都想进入乾隆榜前世 赵明表示 自己才受将九星的实力 进入前百就不错了 但宋兰还是很有希望的 而宋兰表示自己也不是很有把握 因为虽说他有兽王级别的实力 但他觉醒的是辅助型的兽魂 并不擅长战斗 听到这些 凌渊知道大家有些谦虚 但也明白 今年的竞争会非常的激烈 很快大家陆续地就来到会场 同时也知道 今年是校长王婷亲自致辞 就在凌渊刚刚落座 后面的一只手拍了下 没错来人正是赵天和老师 凌渊也没想到 他们老师也会过来参加 赵天和看着凌渊周边的伙伴 也很热情地打起招 但王金泽似乎之前就认识赵天和 凌渊没有多想什么 直接介绍王金泽是他事业 专门喜欢收集信息 赵天和看着王金泽调侃道 果然虎负无权 不去修炼 竟然搞起了这个 而王金泽却很是得意 凌渊听着对话此事也确定 他们之前果然认识 赵天和却不以为一告知凌渊 他老爹是个大人物 一会他就知道 便转身离开 这是一直没说话的赵明问询 这个赵老师是谁 得知是领主级的魂师 也是最有希望突破到手黄极人选之一 这时校长王廷缓缓走上讲台 也出现在了大家的眼中 看见校长那一刻 林渊终于明白过 校长姓王 室友王金泽也姓王 答案不用说也猜到 九成九是父子关系 而台上的校长也开始了心生致辞 说话声音质地有声 铿锵有力 很快就把同学的学习热情激发了出来 至于内容很简单 就是专门为大家开放乾隆保单 只要排名靠前 就会获得优厚奖命 两世为人的林渊厅后 心里也燃起了火焰 什么天赋 什么命运 代表不了一切 只有去争取 一样可以逆天改命 校长王廷也在结束的时候 告诉同学们 强者必争 是他们受大的宗旨 在他们学校的同学 没有一个弱者 大家有没有成为 强者中的强者的那份聚务 这份热情激昂的结束语 更是把同学的修炼的热情 带到了顶点 纷纷回答着 就这样心生开学典礼结束 根据大家入学成绩 乾隆榜榜单也终于放榜了 出榜排名 果然跟王金泽的资料一样 而宋兰也在前十当中 不过是在第十的位置 那我们男主林渊的排名是多少 这让林渊自己也很好奇 很快在第312名处 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可能他自己都没想到 竟然会排名到这么低 乾隆榜终于放榜 排位战正式开启 首战就是榜首林渊 排名对三王林虎的战斗 回到放榜那一刻 同学们都在研究榜单排名 而林渊自己都没想到 考核通全关的 他竟然排名312名 这也让他联想到 学校内的高手一定很多 同时思考乾隆榜的游戏规则 这时小黑跳了出来 告知林渊他知道 乾隆榜的挑战规则 第一条 只能由排位挑战高排位 但双方排名不能大于20 第二条 每人每天只有一次挑战机会 且被挑战者前三次不能拒绝 第三条 每人每周拥有一次 越级挑战的机会 排名差距可扩大至100 第四条 严谨使用自身之外物品 兽神兵可使用 但必须与等级相符 第五条 在挑战过程中 一方认输或失去战斗能力 则应当立刻终止 同时小黑告知林渊 如果想当榜首 林渊最快需要16天的时间 林渊点了点头没说什么 听着同学们议论着 挑战赛一周后将会开启 而林渊听后没有停留 而是心无旁究的准备去继续修炼 赵金泽与王明二人 看着林渊离去 很是好奇林渊这种时候 也能沉下心去修炼 赵金泽回忆着当初想买林渊的情报 但被林渊拒绝 告知登林榜首事后再去谈价 看着林渊远去 他知道林渊绝不是那种简单的人 而且沉着冷静的心态 这才是一条乾隆英勇的心态 而林渊这边告知小飞 接下来他准备把24枚兽灵丹全部服用 因为有小飞的帮助 直接全部吞噬掉 是不会有任何问题 但为了身心健康 还是分两批来使用 担心着担心那没用 直接一把就把12颗兽灵丹送进给你 进入口宫那一刻 兽灵丹立刻融化形成丹药之力 冲刺着林渊的周身与脑海 接着就是系统提示音不断响起 天赋加一的声音接连不断 林渊也随着药效减少 身体也随之平缓下来 吸收完毕那一刻 林渊的天赋又增加了12点 也代表着林渊吸收魂金的速度再次增加 那下一步就是测试一下吸收魂金的速度 看看天赋增加后到底提高了多少 很快林渊就进入到吸收状态 魂金的能量也在不断被吸收 7分钟后 一块魂金彻底被林渊吸收完毕 林渊一看时间很是兴奋 这可比之前的时间缩短了很多 一颗的时间代表不了什么 但是10颗百颗千颗加起来的时间 那减少的时间可不是1点半点 7天过后 林渊的电话响起 是赵老师来的电话 告知 10分钟后 排名榜首的吴玄谷与第三的亡灵谷将展开对决 林渊听到这个消息后 立刻表示过去 这可是能真正了解他们的实力技术 而得知比赛的同学们 很快就都来到了内排 目的都不言而喻的一致 当林渊来到这里的时候 场地内已经人满很快 很快在人群当中就找到赵天河老师 旁边还有另一位老师在 这个老师叫孟长安 是赵天河的好友 也是首次见到被赵天河整天挂在嘴边的林渊 林渊很礼貌地与孟老师打起招 同时也知道了这是赵老师的好朋友 孟老师一看林渊的状态面貌 很是开心地邀请林渊成为他的学生 但被赵天河很是无情地拒绝 这时孟老师也不再开玩笑 问询赵天河 猜猜这两个人谁能获得胜利 赵天河对这两个学生都不熟悉 也猜不到结果 孟老师转头问询林渊 但林渊也是一样 对二人都不熟悉 也猜不到结果 这时擂台上一个浑身冒着金光 一身肌肉线条的男子 往往地走上擂台中心 没错这人正是排名第三的王林 而在对面一身有黑 身材略瘦的青年 正是这次被挑战的对手 不用猜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乾隆岛榜首乌玄 乌玄骨很是不屑王林渊 竟然第一个就挑战他 是不是觉得他是个软士子 王林渊表示 第一的位置就应该是他 在这里实力才是王道 而他感觉自己有这个实力 乌玄骨不再废话 直接开始融合兽魂 很快一只巨大的金翅蜈蜈 出现在众人面前 身长接近白米 双眼冒着绿光 散发出的威压很是不死 林渊看到这一幕 很快一只巨大赤炎暴骨 出现在众人面前 身高没有金翅蜈蜈蜈蜈高 但一身王者的气势 绝对不比对方差 林渊看着擂台上的二人 这是他首次见到 兽王及兽魂师之间的战斗 而且还都是S级别以上的 同时也在猜想着 二人到底谁会赢 因为从兽魂上 现在完全看不出任何结果 来了来了 乾隆岛排名争夺战 终于打起 胜利者是排名第一的 金翅蜈蜈蜈蜈蜈蜈 还是排名第三的赤炎暴骨 王林虎 双方二人均以融合兽 战斗一触即发 这边孟老师看着 二人展现的实力 感叹他们当年 可没现在学生们的实力 回到擂台 王林虎率先发动技能 在他那硕大的五头内 极具金色能量 很快能量达到宝盒顶面 随着一声哭啸 一条火柱 直接从他的嘴里噴射而出 直奔对面吴玄谷去 那吴玄谷又会怎样应对 吴玄谷看着对面攻击 并没有躲闪 而是用自己的大武 直接硬抗下了 这一远程攻击 吴玄谷在这一击之下 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反而嘲笑对方就这点本事 王林虎也没想用一招 就能赢过对方 而是脚下用力 直奔吴玄谷 看着架势是准备近身战斗 而对面吴玄谷也没有再赌 同样也是直接冲向对方 吴玄谷来到近前 眼眸绿光一闪准备赌兵 而王林虎找到机会 胡爪直接拍上他的躯体 看来近身战还是王林虎更胜一场 接下来 王林虎发挥优势 对吴玄谷发动了连续攻击 此时擂台上的凌渊看着王林虎 无论是赤炎暴谷的爆发力 还是力量 体质 速度都没有短 吴玄谷旁大身躯也不可能完全对比 而一旁的赵天河与孟老师 同样也在分析下面的战斗局势 不过就是对吴玄谷战斗失利 感觉多少有些名不负实的感觉 赵天河也问寻凌渊对他们战斗 孟老师一听心里明白过 这凌渊也是奔着当帮手 但凌渊的回答却是 王林虎中了吴玄谷陷阱 这让一旁的孟老师很是惊讶一会 他可没看出什么陷阱 便很是疑惑的问寻凌渊 你怎么知道这是陷阱 而下面的战斗 王林虎依然凭借自身优势 对着吴玄谷无情的抡起扶着 王林虎也看准时间 只要再有一招 他就能获得胜利 可惜意外真的发生了 吴玄谷突然加快移动速 快速移动到王林虎的身后 接着就用他那周身虫腿 把王林虎包裹得严严实实 没有了丝毫反抗的 王林虎运转周身能量一只靠 想挣脱开来这些力章 但吴玄谷会给他这个机会 显然不会 吴玄谷直接加大力 所有虫腿犹如长毛 纷纷刺进王林虎的身体 这时吴玄谷也在嘴里集聚力 之后一口成年的绿 从他那虫嘴里喷得出 这可不是简单的武 是有很强俯视效果 一般人碰了直接就会去上帝内门 不过这些绿物像是有生命一样 纷纷顺着王林虎的鼻子 完全地进入到了他的身体 而擂台上的孟老师 看着下面的战斗 转头看向凌渊 没想到这些竟然都被他猜到 凌渊告知老师 无论吴玄谷战斗能力怎么样 但排名绝对假惠 绝不会没出招就输 所以开始的战斗都是他制造的存在 这一番分析 让两位老师很是佩服他的动场力 就连他们老师都没发现 而他凌渊却发现 这时赵天河找到机会 召笑孟老师现在不行 就连他的学生都比过 而孟老师反问赵天河 我没看出来 难道你看出来 但赵天河告诉我是没看出来 但是我学生看出来 而下面的战斗依然继续着 王林虎会就这么败阵上来 显然不会 直接再次发动机灵 赤炎然 从他的周身直接发起大量赤肉火焰 向着周围喷走 在强大的火焰爆发下 王林虎终于跳出吴玄谷纠缠 再次与他进行对峙 王林虎依然率先发动攻击 因为他自己知道 只有快速解决战斗才有希望 时间长了胜负结果位置 很快王林虎的火焰 在吴玄谷的身上开始招呼 吴玄谷的胃液 也在不停地向外喷走 台上的同学们 看着王林虎的逆风翻塔 很是兴奋 现在的表现 大家都知道九成王林虎会获得胜 而这边的孟老师问询林渊 现在的你还觉得吴玄谷会获得胜利 林渊回答对 这次战斗结果就是 吴玄谷获得胜利 王林虎挑战失败 来了来了 王林虎与吴玄谷的战斗终于接近尾声 到底谁会是最终的胜利者 而孟老师很是疑惑 明明是王林虎占据上风 为什么林渊要说书呢 林渊笑着反问两位老师 两位老师是不是借机考我 便解释王林虎虽然攻势很猛 但太过急躁 而且之前中过毒物 应该快爆发 而吴玄谷虽然身上有伤 但都在可承受范围之内 所以结果就不言而喻 而下面的王虎 但他完全没有认输的打算 直接虎去一阵 再次发动攻击 直奔吴玄谷去 吴玄谷直接快速移动身躯 利用自己尾巴的优势 犹如长边直接狠狠地抽向王林虎 王林虎也应声远远呼呼 与地面来了一次亲密接触 林渊看着擂台出现的结果 其实他知道 王林虎落入吴玄谷陷阱那一刻 就注定了失败 这时台下的裁判 也宣布比赛结束 乌玄谷获得胜利 而赵天和看着王林虎很是可惜 如果王林虎没有中陷阱 这场战斗会更加精彩 孟老师接过话题 告知赵天和 他要是有这样的判断能力 结果也许就不会赢 这时赵天和问询林渊 知道今天让你过来看比赛的目的是什么 林渊回答 知道 是让他了解 见识一下其他新生天才的实力 赵天和肯定了林渊的回答 同时告知要清楚认识自己的位置 还有就是自强不息的局务 想跟绑手 这些都不能松起 林渊开心地回答着知道了 开心是因赵天和 是真的真的在关心引导的 稍后林渊回到修炼室 总结刚刚的战斗 并分析乌玄谷目前有兽王四星的实力 而王林虎也没差多少 至少也有兽王三星巅峰的实力 通过战斗得知 乌玄谷的特殊能力 便是他所释放的毒物 而王林虎嘛 就是随心所欲的操控赤炎 并擅长攻击 二人如果在实战中 他们的实力会远大于同级别选手 而且乌玄谷作为榜首 手里说不好还会有些其他底牌 这时小黑问询 林渊现在遇上他俩会有几分胜算 林渊沉默分析了一下 他与王林虎对比 王林虎占七成 而他自己仅有三成会胜利 至于与乌玄谷 那差的可能会更多 分析后 林渊没有被彼此的差距打败 反而燃起斗志 决定要在一个月内 进入前十的目标 转身林渊不去再想其他 开始继续修炼 就这样连续七天 林渊都在修炼室内渡过 每天除了修炼 就是修炼 吃饭休息都在这里解决 这样苦行僧端的修炼 林渊竟然没有一点面团情绪 这时系统小黑告知林渊 现在的净化点有325万度 林渊看着净化点的数字 这些数字代表着他受魂 又可以进行净化提高 小黑开心这么短时间 就有了这么多净化的 同时问询林渊 接下来这些净化的 应该如何分别 林渊直接告知提高 林甲坚硬程度 兽爪锋利程度 力齿锋利程度 还有生物和反应炉容量 全部提高 可消耗20万进化 很快林渊就达到了 受王二星巅峰的实力 此时也决定回寝室看看 当王金哲看着林渊回到寝室 满脸错愕问询林渊 你怎么回来 林渊一听很是无语 这里是宿舍 他怎么就不能回来 王金哲收拾着衣服 抱怨的说着一天到晚看不见你 都以为你修炼风母 而林渊没多说啥 问询其他两人了 得知赵明和人征绑 被收拾成重伤 宋兰要给他出头 今天晚上约战了对方 现在还在修炼准备 林渊很是疑惑 一个征绑战 怎么还需要宋兰出头 难道出现了什么其他问题 王金泽告知林渊 赵明那个阳光大男孩 怎么会起春土 都是榜单猎人做得过分 所以宋兰才准备出手 原来榜单猎人 是新成立的新生团体 专门有实力强的人争 然后控制宝单 获得盈利 他们先是派实力较强的 去挑战排名 拿到名次 再主动输给组内人员 名次也就顺利过了 而想要维持排名 成员需要每周 向组织缴纳修炼资源 排名越高 缴纳的资源也是更高的 这时林渊发现了问题 那就会有很多 自身实力不行 拿到排名的人 会很快被刷下来 王金泽告知他们 强就强在这里 每个阶段都有高手存在保护 只要挑战他们成员 就会被阻拦处理 赵明就是因为看不惯 才成为重伤住院的 林渊问询 这种是学校就不管一下吗 王金泽回答 我们是魔都兽大 崇尚的不就是争斗吗 学校怎么会去插手 林渊一想也是 但真没想到 这里要比他想的残酷 也越来越喜欢这个地方 突然又想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这个团体的老大是谁 能创建这样的团体 自身实力一定不会有 王金泽告知林渊 创建榜单猎人的不是别人 正是乾隆榜榜首 乌璇谷 这只最强辅助七海流离笔 就是宋兰融合兽魂后的形态 今天他要挑战面前 这个刺壁魔猿 排名第25 属强弓类兽魂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一个辅助系选手 去挑战强弓系呢 这要从林渊回到寝室 知道是有被绑单猎人收拾 同时也知道绑单猎人 背后的乌璇谷 已经不再是乾隆榜榜首 原来在林渊修炼的这段时间 乾隆榜的排名出现了巨大变化 现榜首位置是楚天忆 觉醒受魂 黑罐金雕 而宋兰直接从排名第10 调到第18名 而之前榜首的乌璇谷 第二天就创建了绑单猎人 同时邀请第二名 与第四名成为他们的组 同样乌璇谷也给他们 不少修炼资源 现榜单猎人成员 有三分之一的新生选择加入其中 但像王灵虎 还有楚天忆就没有加入他们 王灵虎因为 与乌璇谷之前就有过节 没加入很正常 林渊这些还是知道的 但是这个榜首楚天忆 他还是首次听说 通过王金泽得知 这个人很是传奇 之前排名100多名 仅用四天就成为了榜首 就连乌璇谷也输给他 其实他俩人的差距不是很大 但是楚天忆的兽魂能飞 乌璇谷的金氏蜈蜈蜈 拿他一点半了 金氏蜈蜈蜈蜈蜈 但那怎么能跟带羽毛的比 很快二人就来到赵明的病房 只见赵哲周身缠得崩大 身体不能动弹丝毫 只能平躺着 凌渊上前关心的问询赵明病情 而赵明很是意外凌渊竟然出关了 王金泽很是气愤那些榜单猎人 竟然下这么重的手 而赵明只是弹当鬼子 不愿其他人只是自己能力不信 同时问询 宋蓝和那人的约战是不是就今天晚上 王金泽告知 没错 就在今天晚上 在七号擂台 赵明一听很是激动 怪自己能力不够 还连累宋蓝为其出战 很是为宋蓝担忧 凌渊很是好奇不懂 宋蓝今天挑战对手 不就是之前赵明的对手吗 海明还在送完之后 时间很快来到棒了 凌渊二人也来到了七号擂台 王金泽告知凌渊 这个对手叫袁列安 是榜单猎人成员 排名是故意排在这 真实实力还要靠前很多 凌渊突然很是好奇 大家都在争夺排名 而王金泽自己却一点都不上心 王金泽自豪地说 我跟你们这些天才不一样 争榜对我来说太困难 不如调转方向成为最有价值的信息收集者 王金泽说完 望着星空叹气地说着 其实我还有个哥哥是个大天子 为了避嫌他去了燕京寿法 而我完全愿意做他的绿叶 收集信息希望未来能输走 凌渊脑海里想到有一个实力高强的冷发 还有一个收集信息的脑地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哥哥 凌渊赶紧摇了摇头 不去想这些无聊问题 而是想到底是什么样子 能让王金泽做到这个地方 二人还在准备摇下去 下面的比赛开始 也就停止了话题 这个手臂到膝盖的选手就是袁列安 还别说还真挺有心情犯的 而宋兰这边依然高冷地站在泪坛 闭着双眼调整自己的状态 袁列安本是嚣张问询宋兰 是不是准备给他那个室友出头 而宋兰怒争双眼气愤地说道 是你们做得太过 袁列安更是狂笑赵明 自己实力不行怨得了谁 还让其他人帮着出头 很是可笑 更是嘲笑宋兰这个魔独状元就是虚名 完全就是个人 不增笑料而已 因为在他眼里 宋兰的结果与赵明一样 都会在病房成为事业 宋兰没有继续废话 直接融合受魂 先是在他的后背 长去巨大的蝴蝶翅 接着周身散发气惨般炫烈的光芒 袁列安在下面看着对方变身 并没有着急而是安静地欣赏美景 直到宋兰变身结束 他惊呼出声 甚至怀疑自己眼前看到的宋兰是错觉 竟然变成了一只 很吃可爱呆萌的大蝴蝶 你能想到二米身高 一脸凶向的宋兰 变成这个样子前后的反差吗 反正是让对面袁列安笑得不行 别人是怎么凶悍子的 很少有这么可爱 袁列安笑过之后 也严肃起来 他今天要用最残酷的方式解决战斗 随着一声兽魂 擂台上出现了一只两条骨 四只手刀 满脸凶向的四臂魔猿 仰天长相 很快两大兽魂站在擂台对视 战斗随时开始 就是怎么看宋兰这边也要危险很多 宁元感受一下袁列安的气势 猜测袁列安完全有机会进入前十 同时也为宋兰担忧了起来 而台下的战斗已经打响 袁列安率先发动攻击 直奔宋兰而去 宋兰见此 快速煽动翅膀 同时念出素字技能 结果就在袁列安拳头挥到面前的时候 宋兰的身影消失 只留下片片残忍 袁列安没想到宋兰的速度竟然这么快 一瞬间就在他面前消失 当他回头看去 宋兰已经出现在他的侧面 在宋兰的周围蓝色星光浮现 同时念出极字技能 结果出现两只光刃 快速从翅膀飞出 狠狠地向着袁列安醒来 没有出现意外 袁列安用后背完全接下了这个攻击 这是最强辅助系七彩琉璃蝶宋兰 是不是很萌很可爱 但也是很凶的 当他一上场那一刻 无数星光环绕 直接就给四臂魔龙一次毁灭性攻击 让对方知道辅助系也不是好惹的 台下灵渊见此 也没想到七彩琉璃蝶的增幅效果竟然这么强 而擂台上的四臂魔猿袁列安可是更深有体会 但魔猿强大的就是肉体 找准机会直接跃起 举起拳头直奔宋兰 宋兰很是意外 但没有惊慌 直接再次发动技能 无数蓝色锋刃直奔而来的袁列安 袁列安这边并没有躲避 用强大的身体直接硬扛下所有攻击 依然奔着宋兰而去 王金哲看着战斗说道 袁列安的战斗方式难道一点技巧都不讲 而一旁的凌渊解释没那么简单 袁列安看着粗狂 其实是在压缩宋兰的活动空间 而下面的宋兰看着袁列安的不断靠近 也是惊讶一下 因为现在的他已经后退到擂台的边缘 由于防护罩的原因 现在的战斗空间越来越小 此时王金哲见词也终于明白过 袁列安是讲究战斗策略的 而下面的袁列安顶着无数锋刃 已经来到了宋兰面前 难道宋兰就这样战败吗 显然不会 宋兰看着袁列安近身 直接念出了一个摔字 只见无数星光从宋兰身后飞出 直奔对面的袁列安 没错这次的增幅效果 没有对自己而视频对方 结果受到增幅的袁列安 身体直接将主 动作变得失败 而宋兰看准时机直接快速移动 来到袁列安的身后 而袁列安的计划 在这一招之下完全完整 来到身后的宋兰 可没时间多说 直接快速煽动是吧 无数道锋刃再次飞出奔向袁列安 而下面的袁列安 直接装备上兽神兵黑灵拳刃刃 告知宋兰高兴的有点太早 直接越起 举起拳锥 直接封碎了锋刃 有了兽神兵的加持 宋兰的锋刃完全起不到任何效果 此时宋兰看见对方的兽神兵 也发现了不对 可对方哪会在几个机子 直接发放兽神兵技能 无数紫色鳞片纷纷直奔宋兰而去 结果不言而喻 宋兰完全接受了对方攻击 宋兰可是辅助系兽魂 身体防御能力是无法跟对方比拼 很快宋兰就狠狠地掉落在地 没有办法像刚刚那样在空中继续飞行 此时的袁裂安来到宋兰面前告知 刚刚他受到的攻击 接下来要对宋兰都使用努力 结果宋兰在地上 被袁裂安疯狂的单方面摩擦 宋兰也再没有了还手能力 只能在地上无情地接受攻击 原来袁裂安早就做过种 今天使用的兽神兵飞灵 就是专门为了他的飞行天赋而准备 解释 袁裂安更是无情地对着宋兰发动攻击 而宋兰没有丝毫的躲避空间 宋兰也再次跌落在地 已经没有在战的口 袁裂安疯狂开心地笑着 犹如恶魔看见十日般的笑声 观战台上的凌云二人 更是焦急 高喊裁判出来喊停宣布节目 就在袁裂安准备继续的时候 裁判终于出手阻拦 宣布比赛结束 或胜方为袁裂安 袁裂安本准备不理会裁判继续 但从威压感觉到对方 竟然是个领主级别的受魂师 也就解除受魂融合 没有继续 而是更加嚣张地告知宋兰 想继续挑战随时奉牌 但现在还是去医院好好陪陪室友 就在袁裂安很是 嚣张地继续言语攻击的时候 后面一道声音传了滚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乾隆绑排行第五的王灵 很是气愤他们绑单猎人 无底线的形式风 他今天要好好教训一下 这个嚣张跋扈的袁裂 袁裂安可是没怕他 告知这是他与宋兰的私事 跟他没关系 要找他们麻烦去找乌玄 王灵虎听得更是气愤不行 太嚣张了 就没见过这么嚣张的 随时都想收拾一下这个袁裂安 袁裂安看着王灵虎笑 告知乾隆绑是有规定的 那就是上位者可是没有办法挑战下位者 王灵虎一听也想到了这一点 挑战可以 但无视规则那可是会受到学校承接 台上王金哲听到这些 也很无奈 这条原则他也知道 看来王灵虎是没办法为宋兰出头 这时王金泽才发现 坐在身边的林渊竟然不见 而林渊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来到擂台 告知袁裂安既然王灵虎不行 那下个挑战赛就由我来挑战 袁裂安看着陌生面孔 不懈地问许你是谁 哪里冒出来的 林渊告知 我是宋兰与赵明的适应 名字叫林渊 乾隆绑排名第312位 下次由我挑战你原裂安 接下来林渊乾隆绑的战斗开启 将要从300多名一路高歌榜首 就是不知道都会遇见什么样的受魂对手 怪兽哥斯拉与变异海蛇的战斗开启 那现在的林渊到底是什么等级 又为什么开始竞争乾隆绑 这都要从嚣张的袁裂安与宋兰的战斗 取得胜利后说起 袁裂安对排名第312位的林渊挑战 很是气愤 别说什么资格 就是说出挑战二字都是对他的污辱 林渊可是没有一点惧怕 告知现在是没有资格 但12天之后我就有资格 袁裂安听后心里盘算 按照现在排名规则 林渊每天都要极限挑战对手 才能达到挑战他的资格 袁裂安想了一下 是一个过于自信的小人物儿 告知12天后没见到林渊 会亲自去宠他 便嚣张地走下擂台 而林渊告知你会等到的 希望到时候依然这么嚣张 林渊这时才想起来躺在地上送蓝 赶紧上前看看情况 送蓝伤势很重 看着林渊他们到来 很是抱歉他输了 很是自责 林渊严肃地告知 好好养伤其他不要管 剩下的叫对我就行 同时林渊回头感谢王林虎为送蓝出头 王林虎告知我和送蓝也是朋友 我们都对榜单猎人很是不满 同时劝慰林渊 你胆子够大 居然敢直接挑战袁裂安 榜单猎人可不止他一个 接下来你的挑战困难会增加不少 如果连这个都不敢 那我为什么要来魔都兽打 林渊严肃冷静地说着 垫扶着送蓝赶紧前往医物室 而王林虎在后面深深地看着他们离开 心里想着林渊这位同学的脾气 很是符合我 倒是值得结交的一位朋友 很快送蓝就来到医物室得到了疗伤 问询林渊你在擂台上挑战了会 是认真的吗 林渊反问 你觉得我对付不了袁立安吗 那你现在到底是什么实力 王金哲很是好奇的问题 等12天之后 你不就都知道 林渊还是很神秘地回答着 第二天57号擂台迎来了挑战赛 王金哲也很早就来到了这 下面是一个穿着怪异的少年 他叫陈海 觉醒S级兽魂 兽魂为变异海蛇 兽将级八星的实力 排名第262名 而他的对手正是我们男主林渊 上来也不多说 直接融合兽魂准备战斗 陈海见词也没有多说 直接高举右手 也同样开始融合兽魂 很快一头接近20米的 喊涩出现在擂台中心 看着驾驶实力应该也还是不差 直接低下头颅告知林渊 他可是不会放水的 接下来要小心 便快速一动 直接发动权位 常用技能死亡缠绕 狠狠地把林渊缠了解 陈海看着完全被缠住的 林渊开心地说着 在这一招之前 就没有能逃跑的力 但林渊淡然地告知他 招式非常不错 但你对力量一无所知 而且力量就是我和你的差距 说完林渊如原石野兽板 直接把陈海给挣脱开来 摆脱了他的缠绕技能 这时大家也才知道 林渊竟然有兽王级别的实力 陈海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而知道这一点的陈海 直接卷着蛇区颤颤发抖 没等他反应 林渊一把抓住了他 告知该结束了 陈海面对实力等级的差距 能怎么说 直接赶紧高喊认输 笑话 再坚持一会 进医院那都是小事 根本没有胜利的可 很快林渊走下擂台 王金哲也已经来到后台问询 你什么时候已经受王级了 隐藏得够深的 接着王金哲告知 现在有一个好生意 问询林渊有没有兴趣 王金哲继续说着 因昨天你和袁烈安的事情 已经在学校传开 大家关注的热补还是很高的 只要12天一场不败 就有赚 林渊一听来了兴趣 就走到王金哲面前 悄悄地告知 现在是受王二星巅峰的实力 王金哲一听很是惊讶 没想到林渊竟然一直扮助吃牢 一直在意 更是开心有这实力 生意就更有叛徒 同时问询12场战斗的胜利预判有多少 得知有95%的吧 得知这个结果王金哲更是开心 告知林渊赚的钱我六你四分成 你不需要投资 好好战斗即可 林渊赶忙表示四成分的太多了 但王金哲告知这生意你是关键 所以你获得这些是应该的 另一边第二是堂 没关注比赛的袁烈安 正在狼吞府宴点试着午饭 就这时 后面一道最近辛苦了的声音从后面传了过来 袁烈安抬头看去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绑单猎人创建者 前龙绑排名第三的吴玄 调侃问询听说有人扬言要挑战你 袁烈安满不在乎的告知 是个跳梁小丑 排名300台外 没什么值得关注的 吴玄谷告知你消息可能有些闭塞 现在大家都在传那个挑战者 可是有兽王级别的实力 听到这 袁烈安也是一惊 嘴里的饭菜感觉也没有那么香 吴玄谷表示 告知这一点没别的意思 听到这个消息后 顺道过来提醒你一句 袁烈安也表示 就是兽王级别的饮食初级那种 不用担心 绝不让他给榜单猎人带两名 吴玄谷听后也没再多说什么 转身告别离开 留下袁烈安继续吃饭 而袁烈安此时已经燃起战斗的猎物 绝不能让凌渊胜民 一是相信自己的实力 二是绝不能放弃现在所获得的修炼自由 男主凌渊已是有王金哲 是如何要在12天赚到1500万 雄谷出身的凌渊 甚至幻想自己成为有钱人今后的生活 难道凌渊不准备威士友出气争夺比赛 准备故意输给对方 但这些怎么会符合男主凌渊的心 肯定不会去做 王金哲告知凌渊怎么可能让你去说呢 只是在战斗当中要讲究一些精英策略 在战斗当中要曲折一些就好 第二天凌渊再次站到泪皮 凌渊看了看泪台下的王金哲 王金哲在座位上 是信心十足地给凌渊打气加油 明显就是告知凌渊按照计划执行战斗 战斗开始之前 二人已经完全商量好了战斗表演 王金哲在后面也进行他的大声音 因为昨天比赛展现出了兽王级实力 加上王金哲的大力宣传 学校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的 这是对面选手进入擂台 感叹自己倒霉竟然遇到兽王级选手抵战 这位选手知道自己没有胜算机会 但他有自己骄傲 即使有实力差距 但也不会轻易认输 很快一个巨大的飞点白身的月影爆出现在凌渊面前 同时月影爆也亲自感受到了来自兽王级的威压 月影爆看着前方凌渊想着 凌渊虽说达到兽王级别 但自己也是受将九星巅峰的实力 不见得就没有搏一搏的机会 很快月影爆利了自己速度优势 快速地向着凌渊发动了攻击 结果没有出现意外竟然成功 而且从凌渊的惨叫声中来看 凌渊受到的伤害还比低 就连月影爆都没想到自己能够成功 同时想到自己速度是这场战斗的优势 而凌渊这边完全按照王级别的剧点的机会 甚至在攻击的时候也把自己的攻击速度降低了 凌渊看似攻击很强大 实则都是在偷偷放手 给台下观众们做戏看 就是可怜的月影爆 靠速度躲过了来自凌渊的攻击 更是对自己的信心爆破 同时也利用这一点 对着凌渊不停地发动攻击 且每次都能成功 此时月影爆心里已经开心不已 更是觉得受王级别的 也不是不可以战胜 下一刻 观众台上的所有人发出惊呼 看见了非常不可思议的凌渊 凌渊对月影爆开始不等击 而凌渊却只能承受着 却连一点反抗的能力都能 而王金哲看着同学们震惊的反应 心里已经乐开了 没想到凌渊的表演能力这么强 台上的月影爆更是开心不醒 只要再保持连续下去 胜利的天平会完全倾斜于他 更是幻想自己成为学校名人 以受将级别的实力战胜了受王级的人 这会是什么样的壮举 可是 但可是意外还是发生了 月影爆一步流神被凌渊拦了这么一些 结果就是被封下擂台 狠狠地撞在了外面的墙壁上 结果不言而言 月影爆很快解除了受魂状态 艰难地准备爬起来 同时回想 刚刚不是自己要胜利 怎么就飞出擂台 这时台上观众们也压去无声 再也没有了刚才的热血不败 都是因为凌渊刚刚并没有什么华丽攻击 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神龙白吻 就把对方给风飞 可见凌渊的力量是多么苦 月影爆看着凌渊 更是怀疑刚刚自己被攻击到 是不是巧合导致的 而台上的观众们此刻已经出现两种声音 一种就是凌渊实力不行 后巧赢下比赛 另一种就是兽王级实力 随意一下就可以打败兽将冀 王金哲看着大家讨论开心不已 这就是他要的效果 只要有质疑的声音在 就一切都好说 这时王金哲看下面战斗结束 赶紧下去见凌渊 凌渊直接问询 刚刚表演的还行吧 王金哲表示太行了 就差给你一个小惊人了 剩下的就是提高赔付 增加话题热度 五天后 凌渊从第242名 直接晋升到142名 那速度是相当快 甚至都没用战斗就获得了胜利 都没给他表演几乎 因为那几个的排名都有水分 王金哲看着凌渊无精打采了回来 告知凌渊现在都一比1.5 你应该高兴了 凌渊两天都没有战斗感觉很是无趣 就问询王金哲有没有明天挑战选手的信息 王金哲直接拿出电脑递给凌渊 早就为凌渊准备好了对方的一切信息 而下一个对手排名92位 名叫雷清明 觉醒兽魂为雷兽 可随意操控雷电攻击 与一星兽王战斗全部取得胜利 曾与二星兽王猿猎战斗落败 凌渊一看这些 感觉这个对手还有点意思 王金哲告知 当然有意思 他落败之后就加入了榜单猎人 现在外面都传遇见你遇见他 一定会直接落败 同时告知凌渊这一站下来 大家就会清楚知道你的实力 大家也都醒了 所以在开战前一刻 我们就封盘结束下 凌渊也明白他的意思 接下来他就不用再表演了 可以完全放开的战斗 同时离自己变成富人更接近 晚上7点 魔都兽到26号擂台迎来十万师生观看 为的就是看怪兽 哥斯拉与雷兽的对决 雷兽是兽王一星实力 乾隆榜排名第92位 这次的战斗 凌渊不用再继续表演 会完全展现出自己的真正实力 当大家知道真是实力的他 不知道会是个什么表情 因为比赛前 王金哲告知外面大生意已经停止 凌渊可以尽情发挥了 凌渊告知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在擂台上早已等得不耐烦的雷兽 呼喊着凌渊赶紧上台比赛 没错这个光头就是排名第92的雷兽 兽王一星实力 觉醒以此即受魂雷兽 这时凌渊也缓缓走上擂台 并没有把雷兽明派放在心上 雷兽明看着凌渊问询 你就是那个扬言要在12天连胜 挑战袁烈安的凌渊 建议凌渊还是清醒认清自己叫好 凌渊回答只有两个字 好啊 很是严肃不是开玩笑的那种 随即二人陆游和兽魂 进入战斗状 观众台上的同学们都能感受到来自雷兽的威压 知道雷兽也是名强者 反观凌渊这边 几次比赛下 反而得到一个最弱受王级的情况 另一边很久没有出现的苏木雪 这段时间也一直在高阶修炼时不停的修炼 今天电话突然响起 原来是室友青秋来电 告知他凌渊今天与雷清明有比赛 顺便问询要不要一起出来看看 苏木雪没有直接答应 反而问询雷清明的实力如何 青秋告知 乾隆榜排名29位 兽王一心巅峰的实力 实力还是可以的 苏木雪却叹了一口气道 兽王级一心巅峰的实力 那就不去看了 这时青秋反应过来问的 你是一点不担心凌渊会输对吗 就这么相信凌渊的实力 苏木雪一脸幸福开心的回答 他很厉害 我相信他不会输 青秋这边反问 你倒是对你男朋友很有信心呢 就不怕被人抢 这时苏木雪红着脸反应过来 赶紧表示他不是我男朋友 不要乱说 只是同乡而已 青秋也不再逗苏木雪 问询现在的你有进入前50的实力 为什么不去争一下 苏木雪告知 师父告诉我突破之后才能出关 至于排名那点奖励 去浪费时间争取完全不止 青秋很是无语 这点奖励可不是一点半的 一想他师父给他包月租用高等修炼师 还用高阶魂金布制法阵修炼 啥也不说了回去吃满足去 便告别了苏木雪 去看凌渊他们的比赛 关于凌渊有什么情况会及时汇报 雷兽已经进入战斗状态 蓝眼都是不屑一步 凌渊居高零下地看着他 问询你是在挑衅我 雷兽不屑一步 收拾一群兽将级别都费尽 更何况我说王一星 凌渊直接笑 很是开心的 还对凌渊说出了谢谢 因为遇到他之后就不用再表演 可以畅快的战斗戏 雷兽很是不明白凌渊谢谢的一题 但已经开始运转灵力 准备率先发起攻击 但今天不知道怎么的看见凌渊那一刻 后背杨风就没挺像 但雷兽一想之前凌渊的比赛信息 分析出凌渊是存力量性选手 也有了应对策定 先是在周身释放大量雷电远举 也让周围大量雷电元素快速集聚 让他的身体周围不满一地 接着快速借用雷电的特性 快速地向着凌渊攻击而来 先以速度争取胜利优势 很快刚一接触 凌渊就受到攻击 整个身体被打飞了出去 雷兽知道自己是受亡一星的实力 但有雷电加持 在速度上可以直接辟免二星级别实力 通过刚刚接触判断 在五招内结束战斗完全没问题 可是凌渊在他面前 无论是移动速度还是攻击速度 不然加速 但雷兽颇改另外应接不行 雷兽没办法 只能用具绝招 雷电阻析 一个由雷电阻成的光球 快速地跟着凌渊而去 凌渊看着雷球 叹息着 你的运气真不错 碰上我不用演戏的时候 便张开锯骨 准备来一个原子吐息 结果不用说 当雷兽碰上吐息那一刻直接消散 而原子吐息没有停下消失 依然直奔雷兽 雷兽用身体完全接下了攻击 雷兽直接被击倒在地 他怎么也没想到两招之下就败 也没想到之前凌渊的比赛都是故意表演 也没想到凌渊的实力竟然这么强 希望下次 没有这些如果意外 这时裁判宣布比赛结束 获胜者凌渊同学 接下来凌渊比赛的对手会越来越难 又会出现什么奇特对手 没有人能想到 忌忌无名乾隆榜排名300开外的凌渊 竟然就这么赢了一星巅峰的兽王强者 同学们见此满脸的不可置信 而观众席上鸦雀无声的看着 接着就是一片热烈的光夫声 有对打败男猎人的心态 还有对强者的认可 就连苏木雪的好朋友清秋 都没想到凌渊竟然这么强 因为凌渊刚刚那招原子吐息 就连兽王二星的他也没有实力接下 而台上凌渊这边也解除了兽魂形态 系统小黑也跳出 恭喜凌渊击败兽王级魂师 获得黄金导箱一个 是否现在打开 凌渊二话不说告知直接打开 小黑兴奋的恭喜凌渊 获得五万进化点与兽王级神兵一件 而兽王级神兵就是面前这个苍雷之者 在攻击敌人时 狂暴的雷电属性缠绕双脚之声 不但能提升出手速度 并对敌人造成大量的雷属性伤害 凌渊看着面前的苍雷之者 与现有的兽将级赤炎之掌一比 那可不是差了一点半点 心想替换下来的赤炎之掌拿去受魂电兑换 又会换取不少修炼资源 就在凌渊看着奖励想着未来的时候 是有王金哲跑上擂台 恭喜凌渊再次获得胜利 恭喜高兴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因为这场比赛胜利 可是让他们的大生意没少赚 王金哲是万万没想到 凌渊的战斗能力竟然这么强 面对一星巅峰受网也赢得这么轻松 这是一道不可谐的鼓掌声传 打断了二人的聊天 二人转头看去 严肃问询对方过来到底想说什么 我就是过来问问 你们的那两位室友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袁烈安带有挑衅笑嘻嘻的问询 这恐怕不是你应该关心的事 凌渊并老地回答着 袁烈安边走边说 怎么没有关系 毕竟在有几天 你就也该去陪着他们一起住院 说完袁烈安快速走过王金哲的身旁 并挑衅般地撞击了一下他 走过了二人之间 并告知凌渊 当初他击败雷清明 可没有像你一样浪费这么多的时间 很是嚣张加挑衅地说着 王金哲听后很是气愤袁烈安 看着猖狂嚣张的样子很是不熟 他现在有多嚣张 在擂台上躺下的那一刻 就会有多难看 凌渊说的这句话 像是说给王金哲听 又像是说给袁烈安 三天时间很快过去 凌渊没有出现意外 三天依然连胜 排名也从92名上升到32名 凌渊也没有放弃一点修炼时间 每天除了上擂台 之后就全天待在修炼室修炼 很快凌渊终于达到了 寿王三星中期的实力 同样明天就是挑战袁烈安的日子 凌渊与小飞这一人一系统 也很是期待明天的战斗 因为最近几场战斗 也没拍出什么好奖品 他们估计战胜袁烈安 应该会有好的奖励爆出 很快第二天的早晨来临 王金哲与凌修二人 拿着早餐前往住院路 王金哲很是期盼 今天晚上的战斗 凌渊对此也很是期待 王金哲期待更多的是 今天晚上又可以做大声念 凌渊也表示愿意再次入 王金哲一听更是开心 凌渊愿意入国内部代表 凌渊对战胜袁烈安的信心十足 而凌渊心里想着 这些天的战斗等的就是今天 不为其他就为寝室的那两个好复 很快二人就来到病房 受伤严重的宋兰一身 绷带地躺在床上 而赵明却好了很多 已经可以下地随意走路 王金哲进屋立刻表示 给他们送早餐来 赵明赶紧接过早餐 卸过衣服 这边凌渊问询赵明 宋兰情况如何 得知他伤得太重 还需要些时间休养 好在是宋兰是寿王急决行者 换做是其他低等级的估计就好了 这时宋兰也醒了过来 问询凌渊他们怎么过来 王金哲赶紧上前表示 是过来给他俩送早餐的 凌渊看着宋兰低落的表情知道 宋兰败给袁烈安 不仅仅是身体被击败 也同样击跑了他的精神 因为宋兰曾经是为天之骄子 历经失败后 肯定会自我怀疑与自我否定 这种时候没有人能够帮助他 只有他自己才能走出来 只有那样宋兰才能真正的涅槃蜕变 更进一步 这时王金哲可没考虑那么多 大口吃着包子 安慰二人 今天不出意外 凌渊今天晚上就能亲手给你俩出钱 这话一出 让一直在病房的二人都是一愣 一时没明白王金哲的意思 这时王金哲告知二人 凌渊连续12天挑战 未尝一败就是为了今天 宋兰二人一听都没想到凌渊竟然这么强 宋兰惊讶过后 还是告知凌渊上次他与袁烈安一战 看似袁烈安用尽了手段 但他还是觉得袁烈安并未使出全力 让凌渊战斗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凌渊听后告知 一定会小心的 同时肯定地告知宋兰 我是不会输的 很快战斗的时间就到 一个小时前赛场座位上就已经坐门同学 甚至乾隆榜排名第三的吴玄谷也来到了赛场 可见他对这场比赛也非常重视 赛场上的袁烈安可不单单代表着自己 现在代表的是他们绑单猎人 要想长期稳定发展 像凌渊这种突然出现的骑兵 他们必须尽快压制 一旦取得好的排名对他们影响还是很大的 而站在擂台上的袁烈安也是知道这一点 向吴玄谷挥手表示一切尽在掌握中 不会出现任何疑问 这时凌渊也登上擂台看着袁烈安 问询袁烈安 你们绑单猎人看来来了不少 对这场比试还挺重视的 因为大家都想看看你接下来会有多次 袁烈安因森森家邪魅地说着 凌渊没有在回话 而是冰冷地看着他 这种眼神不是在看对手的那种 而是以一种审判的眼神看着他 而台上的吴玄谷冷冷地看着凌渊 他从这个眼神当中看出了 这是一个强者该有的眼神 也知道凌渊绝不是那么一个那么简单人 而台下袁烈安又开始张狂嚣张起 对着观众席上的同学们大声地说着 知道大家今天都是来看他们对决的 但你们想知道我和凌渊之间究竟谁强谁弱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大家 最后胜利的人一定是我 袁烈安依然张狂嚣张地说着 同时不懈地指向凌渊 告知在场所有人 今天凌渊的结果 就是挑衅我们绑单猎人的下场 所有挑衅者都由他袁烈安来终结 袁烈安的发言一方面是嚣张 另一方面是在警告那些 蠢蠢欲动反对他们绑单猎人的那些人 但他理想的结果真的会出现吗 我想他会很惨 哥斯拉与四臂魔猿的战斗终于打响 最终的胜利到底会属于哪一方呢 此次的战斗可不单单是二人的战斗 一方代表着努力修炼的学生 一方面是乾隆榜独流绑单猎人 因为他们要用这场比赛 用这名觉醒哥斯拉的凌渊 证明他们绑单猎人是不可侵犯的 同时这场比赛也受到多方关注 就连排名前十的选手也都过来观战 王灵狐也是其中之一 因为他对绑单猎人的做法也很看不过去 甚至可以说是厌恶 同时他也很看好凌渊的实力 通过几场比赛战斗 他发现凌渊是一名很有潜力的人 今天他们最想看到的 就是今天凌渊胜利的那一刻 作为绑单猎人发起者无旋 那一刻会是什么表情 还向袁猎人的四臂魔猿快自龙 释放着属于他那强大的威压 展示他那强大的实力 因为今天他要让凌渊知道 什么才是实力 什么才是强者 什么才叫做不可侵犯 绑单猎人才是他们心生的未来 而凌渊面对这些没有丝毫畏惧的气 只是冷冷不屑地看着他 也不在嘴上多说言语 直接受魂融合 一头威武不凡的怪兽出现在了擂台中心 二人融合后的形态在擂台上一触即发 到底是哥斯拉这边强大些 还是四臂魔猿这边会更强大一些 四臂魔猿这边没有多做丝头 率先发动攻击 直奔凌渊二人 凌渊没有任何躲避 这一幕让四臂魔猿很是意外 因为这一拳 可曾经打受亡二星的觉醒者击飞 不准他经验 拳头上却传来了刺痛 原来凌渊发动了飞机之脚技能 凌渊这边看准时机 在口中开始集聚能力 准备发动技能 四臂魔猿见此不好 准备赶紧抽身躲避 但他能来得及吗 还好四臂魔猿反应迅速 直接躲避开了这一击 没有受到太大伤害 逃避开来的四臂魔猿很是愤怒 什么时候一上来 遇到过这么大的危机 便再次举起双拳发动攻击 可是凌渊这边 竟然再次发动了白热光技能 不给敌人任何还手的精神 接连不断地发送了技能 四臂魔猿不断躲避攻击 最后也只能召唤出 兽神黑灵权刃 硬扛下了所有攻击 凌渊依然用着基础技能 白热光不断发动攻击 但现在的四臂魔猿 有黑灵权刃的加持 不再狼狈躲避 而是正面面的 四臂魔猿顶着白热光的能量光柱 不断向前靠近凌渊 他相信凌渊的这个技能 他维持不了多久 事情真的会像他想的那样发展 而是有王金哲这边 也看出四臂魔猿 是想顶着白热光靠近凌渊 准备近身战斗 可是他们没有注意到 此时凌渊的表情 却开心地笑 因为此时的他 魂尾部领甲 开始不断向着口中 集聚蓝色能量 接着嘴中橙色能量 一下子变成了蓝色 没错 正是凌渊的进阶技能和能统析 前面所有的攻击 都是为了诱导四臂魔猿 一扛攻击而准 很遗憾 当四臂魔猿发现的时候 已经没有了躲避机会 直接用身体完全接住了所有攻击 当他接触这道能量光柱的时候 才发现这道攻击与之前的攻击相比 那可是强了不是一点半的 足足有十倍以上的强力 可是此时知道这些已经晚了 从一开始 他就进入到凌渊为他设计的陷阱 而自己却一点没有察觉 是对自己的实力太自信了 也太相信之前调查的对战信息 但又谁能想到 前龙绑三百名开外 会有这样的实力呢 战斗会这样就结束吗 而台上吴玄谷看着台下四臂魔猿躺下 脸色也阴沉了下来不知在想 另一边王金哲二人已经开心的光复起了 而一旁的王灵谷告知二人不要高兴的太子 告知二人 四臂魔猿可不会就这样倒下 想赢也不会这么 没错 四臂魔猿再次站了起 他完全没想到凌渊会有这样的实力 也超乎他的想象 但比赛战斗不会就这样结束 接下来他也要拿出真实实力 也准备与凌渊好后 说法便再次发动攻击 快速跳跃来到凌渊面前 让他知道四臂魔猿真正的恐怖与时 凌渊依旧没有改变 在口中再次持续 快速地发动和能吐息 快速地对着面前的四臂魔猿而去 结果对方却轻松躲过了攻击 看着对方提升的速度 凌渊也明白过来 四臂魔猿至少有兽王三星的实力 可是四臂魔猿又怎会给他思考的机会 已经来到凌渊面前 硕大的四个拳头已经向他起来 此时四臂魔猿告知凌渊 接下来战斗就直接结束了 四条手臂犹如飓风一样 快速在凌渊面前交叉起来 所有人都知道 没有人能够在这么近的距离躲避这次攻击 但凌渊还是找到机会 抓住了势大力尘的双群 凌渊就这么轻松地化解了这次危机吗 显然不会 因为四臂魔猿可是有四条手臂 还有两条手臂没有显着 结果就是凌渊用身体接下了这次攻击 同时也发出了震耳欲容的痛苦声 难道凌渊就这样战败吗 榜单猎人难道真的不可挑战吗 完了完了 凌渊变成的哥斯拉难道就这样败了吗 跌宕起伏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吗 四臂魔猿的袁猿安依然很嚣张 但战斗真的会就这样结束吗 袁猿安这边看凌渊受伤没有倒下 再次跃起对着凌渊发动的攻击 凌渊这一次依然没有躲开 单方面的承受着来自袁猿安的攻击 而袁猿安也一股作气准备一举拿下的 承受住所有攻击的凌渊依然没有倒下 但身体似乎也虚弱到极点 甚至袁猿安自己都觉得这场比试已经胜利在望 而这时的凌渊却笑了 袁猿安见此很是疑惑 难道凌渊被自己收拾懵了 被自己收拾得这么惨竟然还笑了呢 不过凌渊很快就给了他答案 那就是凌渊也是有兽神兵的人 也直接穿戴在了双手 同时咆哮地告知袁猿安 兽神兵可不是你们特有 凌渊的凌渊 几招下来 袁猿安被狠狠地击倒在地 凌渊也发出了那属于宽地独有的正圈奔地的吼声 宣泄着之前所承受的攻击 同时在背脊上开始急剧明亮 不断向口中汇聚 接着在凌渊的嘴里一个蓝色光云形成 蓝色能量不断汇聚 周边甚至形成了无数电影 躺在地上的袁猿安看着能量形成 颤抖大声的吼叫着不让 但凌渊淡淡地回答着 结束了 接着一道命堂 一定能让个蓝色光柱 回来的脸里噴出 直直喷向身下的袁猎安 这么近的距离 袁猎安不会有任何逃跑躲避的机会 巨大的风鸣声震动整个擂台 同时蓝色光芒覆盖了整个场地 观众席上的几个同学看见这一幕 也纷纷震惊地说不出任何话语 在台上的袁猎安静静地躺在地上 凌渊没有继续攻击 而是默默地看着他 躺在地上的袁猎安气息微弱地说着 我还没有输 我依然还能战斗 我不会就这样输给你 凌渊一听开心地笑了 既然你还没输 那就太好了 那我就继续了 袁猎安颤抖地支起身体 艰难地说着 你还想做什么 凌渊冰冷地访问 你之前对我的室友做了什么难道都忘了 今天我要一眼还眼 以牙还牙 接着从凌渊嘴里再次发动何能吐息 直直地向着袁猎安而去 袁猎安再次发出了痛苦的哀嚎声 不用看都知道 他又完全承受了攻击 不断地接收着来自凌渊的怒 而凌渊也在不停地对他释放冲气 台上的同学们见词 很多人对凌渊的做法不满 但是更多却说着这有什么不满 之前他们绑单猎人也不是这么对待对手 这边凌渊已经停下了攻击 告知袁猎安还是认输了 要再继续下去 接下来的全国大赛你就没有机会 躺在地上的袁猎安怒吼反驳道 凌渊你欺人太甚 不要太过分 匿名都是不会就这样认输的 凌渊再次嘲讽地笑了起 我过分 我欺人太甚 我只是按照你们绑单猎人的形式风格办事 怎么轮到我就叫欺人太甚 这时台上的吴玄谷出声叫住了凌渊 严肃因森地告知凌渊 我劝你不要太过分 意思很明显袁猎安的背后是有的 而后面王灵谷却笑着击辅 你们绑单猎人在乾隆榜上为所欲为的事 难道就不过分 还是你们就这么的输不起 吴玄谷听后不屑地笑了 然后很是蔑视地回答着 一个手下败将 也配在这里说话 也配跟我说话 也不止还有我 你的前面还有很多比林猎安强大的 吴玄谷嚣张自豪地说的 而下面的凌渊不停地摆手 表示不不不的意思 吴玄谷一看以为凌渊要有所改变 但凌渊却笑眯眯地回答着 我不是早就向你们这群绑单猎人宣战了吗 你说的完全不对 此话一出 观众席上压血无声 这是第一个赶明目张胆地与绑单猎人为敌 而室友们见此也是紧张不已 因为他们知道绑单猎人的强大 但亡灵谷话 却是一脸不以为然地点头赞同凌渊 吴玄谷彻底地怒吴玄 这是当着全校的面与他为敌 这样会有很多摇摆不定的学生更加反对他 就在还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一股强大的威压血 告知所有人这是擂台比赛 不是什么茶话 这时裁判告知擂台上二人战斗继续 而凌渊感受着刚当的威压 才知道裁判竟然是一名领主机人物 但也没有多想起他继续战斗 而袁烈安这边也再次站起 告知凌渊想让我认输那是不可 并再次发动兽神兵 想再次发动攻击战斗 因为在他袁烈安这就从来没有认输这个词 他是一名斗士 只有完全躺下那一刻才是结束 不然不会结束战斗 不等袁烈安进前 一道蓝色能量弹再次击中了他 这一次虚弱的袁烈安依然没有赌台 袁烈安也再次被击倒在地 但前面蓝色能量弹再次行 没错这招正是凌渊自己研究的技能 核能点射 攻击没有可能统戏强大 但胜在速度够快 这一次袁烈安没有了站起来的可能 由于晕倒 兽魂形态也自行击 这时裁判宣布林渊获得胜利 观众席上也响起了热烈的讨论声 很多人都没想到林渊会获得胜利 同时这场比赛也让他们看着热血飞 林渊解除状态后看着袁烈安 没有继续连引 不知道是对一名斗士战斗精神的尊重 还是对他曾经做的事情而感到愤怒 台上的吴玄谷看着获胜的林渊 握紧双拳很是气氛 心里同时把林渊定为 他们导单猎人的围猎对象 针对林渊的计划 将开始 恭喜恭喜 林渊击败兽王级强者 获得黄金宝箱一个 小飞直接跳出恭喜林渊 林渊看见奖励那也是开心的 不要不要的 这多久没得到系统奖励 但没等林渊查看 是有王金哲与赵明也急忙跑过来 恭喜林渊获得胜利 让他们没想到 就知道天天修炼的林渊 原来竟然这么强 同时让其小心 接下来吴玄谷绝不会放过他 这时王林虎也来到这里 告知接下来吴玄谷 可是会像一条毒蛇一样缠着 林渊反问 那吴玄谷会如何对付 王林虎没有多做思考 告知接下来吴玄谷 肯定会派李青南来对付 不会有任何的意味 这让林渊很适疑 为什么是排名第四的李青南 而不是排名第二的沈苍呢 吴玄谷比较爱惜自己羽毛 轻易不会出战 而沈苍在榜单猎人只是挂名 轻易不会出手 所以就只能是李青南 王林虎回答了 林渊一听很有道理 问询王金哲有没有李青南的信息资料 王金哲表示早已准备好 但王林虎表示不用那么费尽无知 因为之前他与李青南战斗 赵明一听很是好奇问询 你与李青南的战斗结果是谁赢 不等王林虎回答 王金哲赶紧反问赵明 你就不看排名了 结果还用说吗 王林虎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大方的承认是自己说 严肃地告知林渊 李青南不仅很强 而且觉醒的兽魂也极其古怪 林渊一听也很是疑惑 能让排名第五的王林虎都感觉很强 而且还很疑惑这个李青南到底哪里古怪 王林虎也看出了林渊的疑惑 便问询你们听说过植物系的兽魂吗 三人一听也立刻地严肃了几个 这时在监控室内 校长来到这里 表示刚刚的比赛很精彩 听到校长的声音 刚刚的那个裁判才反应过来 激动的问询校长走过来 校长表示他刚刚也看了比赛 没想到林渊这个学生表现得非常不错 裁判很是肯定的回答 的确是个好苗子 无论是战斗经验还是果断很辣 都没有肯超体的地方 这时校长疑惑问询裁判 听说他的天赋评级是一级 裁判挠头表示 这也是他疑惑的地方 资料上写的这个肯定不会错 但他表现出来的实力与受魂 天赋应该是S级或SSS级才对 这时裁判也不去纠结这些 问询校长是否知道榜单猎人的事情 现在他们在新生里施压 让学生们都怨声在道 校长表示他知道这件事情 但乌玄谷他们也并没有违反任何校规 同时也符合他们魔独受大的校训 学生们或许会感觉有些不公平 但是这个天下哪有什么公平 甚至可以说更加惨 只是这些孩子们还不知道 而且现在外面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甚至说整个人类的压力都非常的大 而林渊这边比赛结束后并没有被警示 而是依然前往修炼时进行修罗 林渊也由于击败了袁烈安获得学校的奖励 排名第18的奖励 那就是高阶修炼时优惠50%的优惠力 这时林渊也明白了大家为什么这么在意排名 越是靠前那时优惠多多呢 进入修炼时林渊第一件事情就是召唤出信 把新获得的黄金宝箱拿出来 看看里面会有什么宝 火不其然直接给予林渊5万的进化力 同时获得兽王级神兵一个 而这个兽神兵是蓄能结晶 可将自身能量注入其中 在下次能量攻击时提高50%的攻击力 林渊二话不说直接融合兽魂变为兽魂形体 准备以兽魂的形态融合蓄能结晶 不过这里先说下这个修炼时 这里修炼时具有空间属性 可随着修炼者体型变化而进行变化 林渊直接拿起只有八掌大小的结晶 没有丝毫有误 直接运行周身人气 不断地向着结晶伏 结晶也在快速吸收着林渊的力量 半想时候 结晶白光一闪 能量完全蓄满 接着就变成了原来的样子 跟刚刚得到样子没有丝毫区别 这时小黑开心地上前告知林渊 结晶已经蓄满 被开始融合了 林渊直接拿起放在胸前 结晶很快就慢慢融合进林渊的体内 林渊也没想到这个小结晶 竟然消耗了他一半的能量 还用了半个小时 这要是在战斗当中蓄能基本就是不好 林渊想着这个在比赛前准备还行 要是突发状况来使用还是有些困难 但也不去多想便拿出猎斗的精 他知道只有提高自身实力才是王道 林渊也很是好奇会是谁给他 当林渊按下接听键后 王金哲的投影出现在林渊面积 而王金哲看着林渊修炼环境 很是羡慕林渊能够来高阶修炼时修行 林渊表示这不是有你这大财主 赚了不少 有资金可以消费吗 提了一会 王金哲严肃起来告知林渊 王灵虎果然没有猜错 榜单猎人派出了李清南对你宣战 但由于他的排名比你高 所以得你去挑战他才行 林渊表示我不会拒绝 那就直接挑战好了 从击败袁列安那一刻 就已经与他们成为了敌人 也打算再大转一 王金哲一听林渊竟然还要做大生意 很是惊讶 同时林渊表示这次他还要加大入资金 表示这次要把自己所有资金投入进去 希望自己今后绝不要再为资金资源发愁 王金哲一看林渊这么有信心 直接表示自己也要跟着做 自己全部身家也全部投入进去 林渊一听这是对我有多么的幸运 这要是挑战输了 两个人恐怕连蛮错都没得是 王金哲表示 自己也想来高阶修炼室 也希望自己财富自赢 很快二人定好挑战时间为七天后 王金哲便急急忙忙地离开 为他们的大生意而去准备 林渊很放心王金哲的办事能力 而且也知道很多人对接下来的比赛会很关心 所以这个生意会很热闹 接下来的几天 王金哲没有干别的事情 利用自己所有人脉资源手段 不断地游走在学校各个角落加大挑战赛的热度 当然很多同学虽然很识认可林渊的实力 但是他们大多数还是看好排名第四的林青年 王金哲听到这些心里很是高兴 他要的就是这个节目 要是大家都猜到结果 岂不是没得完吗 接下来的几天王金哲不断造势 但不是为林渊 反而是加大对李青南的强大实力的宣传 这样同学们看好的方向就会清晰 等结果出来他们就会大转侧转 神秘植物系受魂是李青南正式登场 之前轻松击败排名第三的王林 这次林渊还会高跟猛进吗 那在比赛前林渊又做了哪些准备呢 就连好友王金哲知道后 都露出了这副吃惊的表情 没错 就是先到食堂大吃特吃一顿 安顿好自己的肠胃才是王道 王金哲惊讶归惊讶 但还是很主动地全由他买单 因为今天的比赛非常重要 在吃饭过程当中 林渊很是好奇王金哲 就是他家的条件这么好 为什么还这么缺资源 王金哲告知 家里不缺资源甚至很富裕 但是全靠自己打拼出来的才败心 同时林渊更是一直好奇 那就是王金哲的受魂到底是什么 一直不见修炼也不去参加乾隆王 王金哲一副甘大不好意思的表情告知 等以后你们会有机会知道 很快吃完饭 二人就来到了擂台 不过今天来的观众 可比上次多了不是一点半点 甚至很多人都是战票 这些一是因林渊上次比赛很精彩的缘故 另一个原因就是离不开王金哲的卖力宣传 林渊看着众多学生 并没有受到影响 甚至还发现了一个意外又不意外的人出现 那人便是这场比赛的始作俑者 榜单猎人的幕后策划乌旋 在观众席上冷冷地看着林渊 同时给予林渊一个很是挑衅的动作 意思很简单 那就是林渊的今后生涯 将在今天就会结束 林渊邪魅了一笑 想收拾我的人都不会有好结果 而且我也不是那种软事 很快比赛的哨声响起 观众席上首先发出热烈的欢呼声 有位林渊加油 也有位榜单猎人加油 一句话就是热门 林渊这边在开始内容 直接受魂容 他可知道不管正太反派 话多的结果都不好 对面李青南见死 也直接人回受魂 一个略微有点像人的绿色藤蔓 出现在众人面前 没错这就是神秘的SSS级受魂 天青妖头 李青南直接率先发动攻击 他的右手直接变换成带有尖刺的藤蔓 快速地向着林渊而去 一般情况下只要被这藤蔓击中 基本就会受到难以复合的伤害 从四面八方纷纷过来的藤蔓席向林渊 林渊又该如何躲避这些藤蔓 林渊并没有任何慌乱 只是淡淡地说着 雕虫小稷儿 接着直接召唤出兽神兵 苍雷之者 又以犹如闪电般的攻击 利用苍雷之爪的锋利 犹如在热带雨林开刀一样 快速扫开了前方所有藤蔓 就这样轻松解决了面前危机 室友赵明见死很是激动 对他们来说这是无解的攻击 就这么简单的被解决 亡灵虎见死 告知赵明别高兴的太子 李青南可不是就这一点无奈 但心里也暗自思考 当初我怎么就没想到 回到赛场 李青南并没有停止攻击 依然继续发动着藤蔓攻击 左手玩是在换右手 右手玩是在换左手 循环往复着 但这些对凌渊依然没有任何用途 在苍雷之爪下一切皆为佗了 起不到一点威胁 很快被切断的藤蔓 就塑在了凌渊周围 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减少 反而越聚越多 凌渊甚至连走道移动都出现了问题 这时李青南告知凌渊 你的实力我也了解的差不多 接下来就是比赛结束的时刻了 凌渊看着对方停下攻击 又说这些 也有点疑惑 这个反派怎么开始说不夸 接着凌渊周围地上的藤蔓 开始出现了变化 开始疯狂生长 很快就要围住了凌渊 这一幕让很多同学发现 李青南的藤蔓离铁后 竟然也能够生存控制 接着李青南双手也再次张开 双手变化的无数藤条 又开始快速生长 在空中很快交织在一起 形成一个由藤条组成的巨属 而所在的位置正是凌渊的上方 此时凌渊想走 但周边又有无数藤条组 面对这样必无可避的困局 凌渊又该如何解决 融合受魂变成哥斯拉的凌渊 面对天青捞腾形成的藤蔓锯锤 该如何解决危机呢 而凌渊这边当然是有办法去解决的 那就是何能吐息 凌渊深知在这一招之下 目前还没有能有之对抗 很快喷吐出去的何能吐息 把落下的藤蔓锯锤击碎 不让其再有任何威胁 二人再次回归擂台 比赛就像刚刚开始那样 双方相互对视着 李清南很是气愤凌渊轻松解决他的攻击 而凌渊这边很是不屑说着 天青腰疼也不过如此 李清南可没有在言语上多说 直接再次发动猛烈攻击 无数藤蔓从四面八方的攻向凌渊 很快凌渊再次被无数藤蔓为主 在他的周围无数藤蔓犹如长矛纷纷向他辞了 而台上的同学们见次很是焦急 在这种密度还有攻击强度上 几乎不会有人能够破绝 王灵虎也是焦急的不行 在比赛前就多次告知凌渊 李清南的兽魂技能很是奇怪多变 王金哲听后沉默了 现在的他只能默默地为凌渊启动 因为他不想凌渊像是有那样受伤住院 其二就是他们的大生意可不允许他们输 可凌渊这边面对着漫天过来的藤蔓 又该如何躲避呢 是利用苍雷之爪解决 还是再次用核能吐息解决的 没错这次凌渊再次起用核能吐息 而且还是不停扫射式地进行攻击 很快周边的藤蔓就在吐息中变成了废灰 吐息技能虽说很是强大 但对于能够不断生长的藤蔓来说 很快就出现了堆尸 很多藤蔓看准凌渊的破绽 快速地攻向他的后背 很快凌渊的后背 还有身体 转眼睛 无数藤蔓贯穿凌渊的身体 让凌渊没有了任何反抗机会 这次凌渊似乎真没有了反抗机会 难道凌渊就这么败了 王金哲见此更是震惊的不行 也认为凌渊已经输了 而李清南这边却开心地笑了 问询凌渊现在是不是想认输 但我不会给你机会 凌渊感受着这些刺入身体的藤蔓 虽说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 但他发现了一个奇怪之处 那就是这些腰疼正在快速吸收他体内的引起 同时想到 这正是李清南的第二项能力 那就是能量吸收 这时李清南也不再隐瞒 一边加大吸收功率 另一边问询凌渊这个技能感受如何 不想被吸干 就快点求饶吧 凌渊听后邪魅的一笑 就这你还不够自个 便举起他的仓雷之枕 接下来他要用他解决眼前危机 接着凌渊就像切开双卖点 对着这些藤蔓开始了疯狂收割 对着这些藤蔓攻击的同时 二人的距离也在不断拉近 随着距离拉近 李清南并没有躲避 似乎也预料到 便再次发动大量藤蔓攻向凌渊 同时再次加大吸收功率 让凌渊不得再前进分口 可是当凌渊走到一半的时候 双手却拽住藤蔓停了下 没有继续前进 而是再次集聚能量 在嘴里形成蓝色光球 李清南见此并没有慌乱 这招他知道威力如何 也深刻研究核能吐息的相应对策 他便双手快速收回藤蔓 收回来的藤蔓 很快在他的面前 形成一个由藤蔓组成的盾盾 没错正是他的防御技能 天青藤盾 这时凌渊的核能吐息已经形成 快速地向着李清南而去 可别小看这个藤盾 在新生里面能破开这个藤盾的不超过 就是不知道李清南的天青藤盾 是否能够挡下凌渊的核能吐息 因为目前核能吐息也还没有遇见对手 二者的碰撞形成强大气流 甚至远走他男生的同学们 都深深地感受到了气流波动 这一刻他们也知道了 天才能有他们的距离 用出天青藤盾轻易地 就防御住了来自凌渊的核能吐息 但接下来他要承受凌渊的 1.5倍的核能吐息 就是不知道接下来 天青藤盾还有没有实力 能接下这个攻击 这一次他还会有其他招式来应对 天青藤藤从能量波动 也感觉出此招不会简单 凌渊这边直接发动技能 没有给他过多的思考机会 此刻天青藤藤看着 比上次还要大几乎一倍的能量光束 甚至怀疑凌渊是不是一直在隐藏实力 但是他也快速做出反应 藤蔓快速收回 也用出了压箱招式 那就是天青藤盾的绝对防御 在他面前快速形成 石面由藤蔓组成的盾牌 可惜植物就是植物 在凌渊强大的核能吐息之下 一切成为了炮雨 他也随着能量波冲向了远方 鱼类台外围的墙面来了一次亲密接触 似乎也不会再有任何反抗的鱼类 就这样乾隆榜排名第四的天青藤藤 败给了没什么名气的凌渊 而凌渊也顺利成为乾隆榜第四的位置 而这场天青藤藤的战败 可不单单代表他自己 更是代表他背后的榜单猎人 身为榜单猎人的创建者乌璇 见到此景更是气得不行 接下来会不会也要与凌渊战斗一场 而凌渊见此 更是挑战他的底线 问询今天送给你的这个礼物满工 乌璇骨知道现在不是跟他战斗的时机 便问询凌渊你就一直这么骄傲不考虑后果 凌渊没有回答而是反问 你们做事的时候考虑不后果 我的两个室友 一个刚刚才出院 另一个还躺在医院开始怀疑自己 他们曾经也都是天才有自己的骄傲 可你们做事考虑不后果 这是乌璇骨画风一遍 温柔亲切地说着 之前那些都是误 榜单猎人人数太多 有很多人认为有榜单猎人币 做事就不计后果 接下来我会整治榜单猎人的风气 同时也代表榜单猎人 向他和他的室友道歉 同时也真挚地邀请凌渊与他的室友 加入他们榜单猎人 修炼资源与排名想要什么都可以 凌渊听到这么大的条件 会答应吗 乌璇骨是真的爱惜人才 还是真的怕 听到这些 凌渊却笑了 问询是不是排名榜首的 楚天忆当初击败你的时候 也开出了这样的条件 乌璇骨心里也有了不好的预感 脸色也渐渐地沉了下来 问询你什么意思 凌渊告知我们要堂堂正正地 获取排名资源 而不是靠你那些 不可见光的手段而获得 同时凌渊告知楚天忆当初 为什么拒绝你 因为昆鹏从来不屑与重柴为伍 因为你们不过是一些 欺负的马王儿 这一句话说完 在场的学生热烈的武器掌声 有些摇摆的同学 此时也确定了今后的方向 可是乌璇骨却恨得牙痒痒 从小到大什么时候低过头 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 凌渊看说的也差不多了 就告别乌璇骨 挑战还会继续 让乌璇骨不要着急 此时的乌璇骨还能怎样 戏得咬牙切齿 但现在的他还真不知道 如何对付凌渊 傍晚 王金哲很是阔气带着室友 来低度最好的饭店大吃一顿 当然王凌骨是说什么 都要来白吃一顿 赵明一看菜股 也是吓了一跳 什么王者级别的 领主级别的妖兽应有敬礼 甚至后面也有王者级别 当然嘛 至于价格就不用说了 那可都是天价 但王金哲还是扩起的告知 想吃什么随便 因为今天凌渊的胜利 可是给他的大生意 带来了不少收入 这顿饭钱对他来说 就是毛毛鱼 可是凌渊告知室友们 吃完饭还要去修炼 可是把室友没得不行 说什么也要放松一下 修炼也是需要 张弛有度的去修炼 就这样几人在饭馆 为凌渊获得胜利而庆祝 另一方面也为两位室友 出了口论起 而此时的乌璇骨这边 安抚好众人后 自己一个人气的牙痒痒 也不知道接下来 如何面对凌渊的体验 深夜敲响了副校长的办公室 那他来此的目的又是什么 当他听见里面 进来二字的时候 乌璇骨很是紧张地咽了咽口声 更是小心翼翼地进入房间 而此时副校长却背对着他 都没有回头看他一眼 而乌璇骨既紧张 又很尊敬地叫了一声 舅舅 副校长斜眼看了他一眼 告知乌璇骨 我可没有你这么没出息的外甥 便呵斥地问询乌璇骨 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 不等乌璇骨回答便告知 自作聪明 你以为你自己能去能身是个萧雄 实际上却是个没有脑子的笨蛋 说白了还不是因为自己太弱了 才会被人骑在头上 只有强者才不拒一切 原来乌璇骨成立榜单猎人幕后 就是他这个副校长 目的一是为了让乌璇骨 获得更好的资源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 对抗校长而做出的一个手段 这是副校长问询乌璇骨过来的目的 是想他这个副校长帮他做些什么 乌璇骨听后刚刚说的那些话 似乎心里也明白 自己之前做的那些是多么的可笑 接下来他要与林渊战斗一番 副校长看着乌璇骨的变化脸色 也柔和了下来 告知乌璇骨接下来 就不要再参加校内的这些比赛了 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 全力以赴迎接全国新生大赛 因为那个时候站在领奖台上 才是骄傲引领新生 你的舞台可不单单在这 而是全国院校 这时乌璇骨也明白了接下来的方向 那就是努力地去修炼提高自己 便告别了副校长舅舅 第二天林渊没有去修炼 而是来到售魂店 有钱了当然要买些资源回去修炼 本来今天心情很好的销售人员 一看是学生的林渊 心里想着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额消费 当林渊问询他这里 是否可以购买储物徽章的时候 心态再次提高了什么 因为买徽章的可都是大单子 都是百万起步的那种 很快各式各样的徽章 呈现在林渊面前 必须得有 便拿出一个拥有二十立方空间的徽章 便介绍起来 心里想着这个可要五百万 是不是对他来说有点贵 可是林渊听后直接下定就要这个 同时问询他们这里有没有猎等魂金出售 更是笑眯眯地告知 他准备购买十万枚 服务员一听有点猛 他就从来没听说过 谁买这么多猎等魂金用 便告知需要跟经理沟通一下 林渊赶紧解释自己是低都受大学生 买这么多猎等魂金 是回去拿他们去做实验用 主要是观察怪兽长期服用后会有什么变化 心里却想着我就是那个怪兽 服务员一听那是羡慕的不行 那可是他们羡慕向往的衣服 那里的学生出来的可都是人中龙厚 此时服务员看着林渊甚至泛起了花痴 这么年轻 还很有未来 还这么多金 这是多标准的交往对象 就在林渊心疼这么快就把钱花光的时候 在不远处发现了一个让他好奇的物件 此物件正是兽王极兽神兵 风鸣符纹 属性微风 在展柜内散发着灵动的光芒 价格也还不错2000万 这时小黑告知 这种符纹类型的神兵 是可以额外给兽魂师提供额外属性 并且不占攻防装备的位置 而这个就是提高敏捷的兽神兵 林渊一听这个真是好东西 真的很想要 就是价格太贵了 手里剩的也不够用了 这时林渊想到了王金哲 一个电话打过去 问询男人都很难开口的话题 就是借钱 林渊很不好意思地告知借钱原有 王金哲一听知道这个林渊为人 二话不说直接答应下 林渊挂断电话后 服务员这时也跑了 告知林渊事情都干完了 十万没猎等魂金都放在储物会章里 无论是外表还是心里都已经开心得不行不行了 可是林渊的下句话 差点没让他原地起飞 因为林渊表示要购买面前这个价值2000万的受损定 这让他怎能不高兴 刚刚月初就完成了半年的任务 下个月开支可以好好地开心消费一本 很快再次帮林渊包好购买物品 更是以专业的服务态度恭送林渊离开 当林渊回到寝室 意外地发现大家竟然都在寝室 问询大家又准备干什么去 结果告知 他们大家都准备去听课 开学这么长时间了 都还没去上过课 林渊更是好奇 因为他知道兽大师不需要强制上课 所有课学生都可以旁听 也没有其他学校那种学分制 一切都以修炼为主 这是宋兰告知林渊说的没错 但这节课很重要 因为这节课对他们兽王级进阶领主级会有很大的帮助 王金哲上前更是告知 上这课的可不是别人 正是他们认识的赵山和赵老师亲自授课 林渊一听没想到是赵老师的课 还是关于如何突破兽王级的课 惊讶的同事也决定去听一听 很快林渊几人就来到教室 可是教室内已经人满为患 再也找不到可以坐着的地方 王金哲立刻表示 只要有他在这些绝不是问题 很快他就来到前面有座位的同学面前 用金钱的力量打动了几人 就这样他们几人在头排位置坐下 王金哲很是嘚瑟这就是金钱的力量 很快赵天和就来到讲台前 也准备开讲如何突破兽王级 进入灵主级的经验 赵天和上来直接问询大家 是不是有很多同学卡在兽王级别很久 怎么继续修炼都无法让自己突破 这一点说完 很多高年级学生都在窃窃私语 述说卡的时间有多久 赵天和直接告知大家原因 根据各大学者还有兽魂店研究得出 那就是你们都没有领悟出自己的 当道次说出 最先惊恶的就是我们的灵渊 没想到突破到灵主级 竟然要领悟他 但还是有很多同学 没有理解什么才是的 赵天和告知所谓的道 就是让你们自己与兽魂达到完美气候 让兽魂真正的成为你们的一步 赵天和也看出大家迷糊 就拿自己如何突破领悟道来说 当初为了突破 亲自徒步走遍了天下的名山大船 他的兽魂是大地之雄 所以要亲自去感受脚下的土 同时也要理解了解蛮熊的生活方式 知道有一天 他终于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那是来自大地的力量 还有熊的力量 这些都成为了他自身的一步 就在那一刻 赵天和成功突破到了领主级别 也知道了什么才是领主级别的力量 讲完经历 赵天和告知大家 每个人觉醒的兽魂不一样 属性也不一样 所以每个人需要领悟的 也会有很大的区别 同时又拿当今很有名的 黄极兽魂师江阳举利 当年为了突破 也是花了三年多的时间才成功 林渊天后很是震惊 没想到一个突破竟然要三年 也从王金哲那得知 起初他只是一个S级的金屋 突破后 直接成为SSS级的大日金屋 突破后还一口气 达到领主级六星 赵天和说的这些就是告知大家 在修炼上不要操之过急 这道门槛是需要领悟 还有毅力是不可缺什么 林渊天后有了些自己的想法 那就是自己的灵魂与兽魂 要一起共鸣融合 很快这堂课就结束了 四名好事友王金哲 与赵明是一点没听明白 赵明甚至思考到那个时候 自己是不是应该去找个石窝试试 而宋安这边却领悟了很多 甚至想到了自己今后的修炼方向 之前他一直利用兽魂在创造攻击手段 但他的兽魂本身就是辅助系 所以发展这个方向才是对的 今后突破是要结合他的兽魂 那他也应该接受辅助系的特性 这样才能找到属于自己 林渊一看宋安思考的表情 也知道宋安终于从失败中走出了 而且也很佩服宋安的天赋 这么快就能找到自己的方向 今天在教室的人 很少有能像他这样 这时赵天和也走过来 问寻林渊听得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启发 林渊告知有些启发 但还是没有太明白什么才是的 该如何寻找自己的 赵天和告知这个不是短时间才能领悟 是需要时间沉淀的 他相信林渊会创造奇迹 这时赵天和告知林渊 乌璇谷被外派出去执行任务 需要两周的时间 接下来还是静下心 好好准备几天后的全国大赛 同时赵天和很是看好林渊 也希望林渊能够在大赛中 能够大方一彩成为他的骄傲 接下来的林渊除了修炼就是修炼 就没再出修炼师半步 就这样的修炼毅力常人恐怕的风 刻苦的修炼当然也带来的修为提升 现在的林渊已经达到兽王四星的基地 但这些对于现在的灵修而言还是有些闷 甚至开始思索自己突破的闷 是不是跟赵老师所说的倒有关系 这时小黑建议 老师苦修也不行 可以利用修炼师的实战模拟功能试试 没准在这里就能有所领悟呢 林渊一听也对 也正好给自己修炼增加一些乐趣 很快打开修炼师设置 里面有兽王三星巅峰的鱿鱼章 是生命力非常顽强的怪兽 还有兽王级四星的孔金猴 是一种非常好战的怪兽 也有兽王五星的金铜铁灵猴 浑身覆盖犹如钢铁的灵片 对视金色瞳孔还可让对方陷入幻觉的怪兽 最后一个也是五星级别的魔罗猴 身材矮小 但是有着与体型完全不符的恐怖力量 这些就是目前与林渊相适合的怪兽 这些怪兽虽说是模拟出来的 但实力绝对不差 甚至在某些方面更胜一筹 林渊思索片刻直接选金铜铁灵猴为对手 因为现在只有五星以上的才可以给他带来压力 很快修炼士就开始了变化 根据林渊的选择进行了转变 这个场景变化不是根据林渊的优势而变 相反这些场景变化都是有利于金铜灵猴而变 很快一个高出林渊很多的一个巨大猿猴出现在林渊面积 完全跟真的一样 没有一点那种像是玩游戏的那种等级 双方很快就进入了战斗 但是刚一碰撞 林渊就退后了几 林渊发现这个模拟太真实了 而且也让他感觉到真正受亡五星的魂 金铜铁灵猴可没有那么多思考 抡起拳头就开始对林渊发动攻击 林渊也直接带上兽神兵 苍雷之者 也拿出真正的实力去战斗 很快林渊的苍雷之爪就有了效果 狠狠地就抓住了林渊的脖子 可是对方竟然一点都没有受伤 反而脖子用力直接把林渊的手给抢住 结果不用说林渊开始被单方面被收拾 也是自己修炼以来受到最多的攻击 就这样 林渊在金铜铁灵猴的不停攻击下 首次尝到了什么叫做失败 什么才叫做实力 很快林渊就回到了现实 修炼室内也播报着林渊失败的数据 林渊坐了起来感受一下 无论视觉还是神经 甚至疼痛感都很真实 没想到学校会有这么好的东西 但林渊一回想刚刚的战斗 这如果是在战场或者内在 自己刚刚已经去上帝那边喝喜酒 林渊被没有被吓到 直接仔细回想自己刚刚战斗的教训 还有修炼室给的各项战斗数据 接下来林渊再次启动模拟器 再次战斗 不断去磨练自己的战斗经验 林渊要充分利用模拟战斗来提高自己 无论多少次失败都一然而然地战斗 在不断的战斗当中 林渊不断磨合提高自己的技能使用 与兽神兵的使用 就这样林渊在战斗当中不断地提高 通过不断努力 金铜铁灵猴终于败在了林渊手上 而另一边在魔都受大的教师楼内 校长组织所有教师参加会议 这次会议的议题就是 即将到来的全国新生大选 就在校长准备发言的时候 缓缓迟来的副校长推开房门镜 怪力怪气地向大家道歉 都是因为晚上睡觉没鬼 因此来晚 便拉开会议桌下手的位置 坐了下来 完全没有当回事的态度 更是像个大领导似的 告知校长不要在意他 校长继续开会就行 校长笑了笑没有在意发怒 而是继续说着 现在就要定下参赛名单 他本人推荐送完投诉 可是就在这时 副校长的电声却又响起 打断了校长继续说下的话 便立刻向大家道歉 来得太极望静音了 但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不断挺进校长 大家也都知道原因 那就是校长的位置 本应是他 但王婷却突然空降成为了校长 明眼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无论副校长在学生当中 还是在教室队伍当中 甚至在不同场合 经常给校长出难题 这是一个白发 很是漂亮的女教师发言 他推荐苏木雪 成为参赛者之一 因为现在的苏木雪 已经成为兽王级SSS级兽魂师了 这让赵天和很吃惊 这个漂亮的女教师 可是很有名的林双岳 天赋很高 就连给他当副校长都给拒绝 却直接收苏木雪当自己了 这个提议没有任何反对意见 教师们纷纷点头同意 这时赵天和边上的好兄弟举手 准备推荐 他提名的就是 乾隆榜排名榜首的主天一 这个提议不用说 校长与所有教师也都完全通过 到现在十个名额 已经被三个人占了 这时副校长也开始提议 不用说当然是他那外甥乌玄 教师们也都纷纷表示同意 这些教师可不愿意 在这个上面得罪于他 校长更是校秘密夸赞乌玄骨 很有实力 还组建了榜单猎人 是个很有才华的同学 跟当年的副校长一样有才华 副校长听后也客套两句没说什么 心里却想着这个校面虎名里按理点他 但又一想着校长的位置离我不远了 这时赵天和实在坐不住了 直接表示提议林渊占有一个名额 因为无论是乾隆榜排名 还是实力都不差 就当他以为会很容易通过的时候 后面的一个老师点出 林渊与赵天和是老乡 并且还是他的学生 而且还是一个受魂师一级的觉醒者 表示赵天和有点走后门的意思 更是嘚瑟地表示 他们魔都受大让一个一级的受魂师上台比赛 他们丢不起这个人 赵天和实在听不下去 愤然站了起来直接问询什么意思 他的实力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就不能推荐 这时副校长接过话题 表示成长速度是很快 但你能确定比他天赋更好的同学 成长的速度会比他慢吗 这可关系到学院的名誉和成绩 如果让他参加了比赛 如果输了 你赵天和是要承担后果的 你能承担得起吗 其实这一切无非就是一个问题 那就是林渊挑战了他策划的榜单猎人 给予一个教训吧